我們現在是要公佈童年史 因為你要講婚姻嘛 如果對我過去不了解這樣也很奇怪 所以過去的事還是要講一下 好 我們就六點半了 我們就準時開始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張正 我是這個書店的負責人 後面的一位Joe也是我們同事 我們都是長工 我們就自稱是這邊的長工 好 那 今天很榮幸可以邀到蔡崇龍 其實我們也認識好久了 所以有點搞不清楚 我也沒大沒小 他其實是台灣紀錄片這個圈子裡 那個教父級的人物 蛤? 不是嗎? 可是我就覺得也還好 因為他們在台北 因為他背後跟我差不多 真的嗎? 可是我知道 我知道蔡島的時候他已經是 拍了很多那個人權方面的影片 那 我只知道有這個人 後來當然比較熟一點 是因為他開始介入 不知道介入了 就是開始 又把他的那個拍攝範圍 牽涉到外籍婚姻這一塊 從那個黑仔 那時候我就也比較知道 然後後來就 那是你在四方報了嗎? 對 我開始做四方報了 才比較注意到這一塊 然後你也差不多那個時間開始拍這個 還是更早一點 我之前就遠遠的這樣子崇拜 有一個導演 一直拍那種死刑犯啊 什麼什麼的 那個都是肯定不討好的題目 那也不會賺什麼大錢 然後 因為 比如說Face 反Face這個 那是一面倒的 力量 不過 後來就比較熟 然後我也認識他老婆 欸我認識他老婆的時候 他還不是他老婆 蛤是嗎? 是不是 我是先 我是那時候已經知道金鴻 然後 你們那時候還是男女朋友啊 是嗎? 你有那麼早認識 有有有我們在大概2008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四方報當總編輯 我們在全台灣各地辦音樂會 然後到嘉義的時候就 找到金鴻 就來了 那時候才知道你們 是戀人 好 那繞回這一場 這一場我得先感謝那個 那個 沒有能到場的新北市的朋友 新北市文化局支援了我們好幾場 連續的講座 就是 其實現在台灣各級政府 機關都在推東南亞 推新南向 那我們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據點 就是他們就會一直來跟我們合作 那這一場 其實是三個 一個系列第三場 最後一場 壓軸 壓軸場 然後我們找了三位姓蔡的主獎人 三蔡 最後一個蔡的蔡總統 我是最後一場 對 你是最後一場 而且還是因為颱風延後了一次 因為颱風啊不是要走 因為颱風延後的 好吧 這是蔡導 向來謙虛的個性 這是事實啊 因為你最難喬 他很難喬 就很難搞就對了 你一講我就答應好不好 最好是 其實我不太敢對他 真的嗎 因為我有 其實我也有一些黑勢力 那個二師 好 那個有些朋友 如果第一次來三大時光 然後簡單講一下 我們是東南亞主題書店 不過我們其實講的題目 也不僅限於東南亞 不僅限於東南亞 所以移動的 相關的題目 我們都很樂意去談 印度 西 昨天我們也談西藏 還有一些那個 藏讀的辯論 西藏我們還會談一場 我們談西藏 那個藏傳佛教的咒語 我們其實談的東西還蠻 蠻 蠻 無所不談 反正這個空間 我們就希望可以充分的使用 那這個空間有他自己的魔力 來這邊的人都會很愛講話 就會一直講一直講 像剛才你們樓下上來的時候 那個是上一場的講者還沒講完 就他們下去之後又講完了 你看從兩點半講到 剛才六點半 不過蔡導因為那個要回嘉義 所以應該不會跟大家滷那麼久 可以跟我坐車一起回去 哈哈哈哈 因為我剛才回家哭了 好 對 幽默的蔡導 如果他願意讓你跟他一起做糕點回去 千萬不要放過這個機會 好 那我們現在拍拍手歡迎蔡導 好 謝謝 這一支嗎 都可以 這個是 光底 這支可以用對不對 可以可以可以 他是直接用滑水也可以嗎 可以 好 我先開場白一下 他現在已經開場白過了齁 就是他剛剛有推崇了我 那我要推崇回去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蠻早就知道張正是因為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當年我在做記者的時候 我就知道是一個 我喜歡寫一些 那個特別的議題的記者 在立報嘛 最早就立報的記者 現在沒有立報以前 立報是一個 很小 但是一個還蠻重要的 尤其在教育這個領域 是很專業的一個媒體 可是後來也夭折了 對啊 對 我們常會把一些媒體搞倒 哈哈 那是你啊 我沒有我沒有 我負責開台的 我負責開一些台 然後後來離開而已 對 那 所以在以前我在 因為我十年的那個 媒體的工作 那時候其實知道張正 那我們只是 對 比較互相知道 那 比較沒有多的機會交往 交流啦 對 然後後來是因為他 視光報總編嘛 然後我也做新一名的紀錄片 我們才有比較多的交集啦 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們算是彼此知道很久 但是 比較有多的互動就是 因為我們有這一塊交集之後 然後其實 他 開這個燦爛時光 基本上我們都覺得蠻好蠻支持的 因為 釋放報 釋放報 現在釋放報等於是 可以講名存死亡嘛 這樣都不會有 就不太知道他在哪裡 對對對 他現在 對前陣子有收到過一起 後來又沒有了 對 因為他是釋放報總編嘛 釋放報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南亞媒體 坦白講我覺得他現在的名存死亡是很可惜的 可是他們又弄一個燦爛時光 他們這個團隊就戰鬥力很強 當然現在還有一個宜人的網路媒體也很重要 如果大家關心東南亞的研究 或者說相關的報導的話 其實燦爛時光跟宜人都很重要 當然我們在嘉義還有一個月在家文化戰 我跟我太太染金紅弄的 那個地方可能是一個還蠻重要的 我們希望啦 我們希望 對 就是 就說 在東南亞這個區塊 張正算是 他說我是怎麼被分很高 因為他在這個部分被分可能是非常高的 因為他是很專注一直在這個區塊 不像我那東東西弄一大堆這樣子 對 因為我興趣比較廣一點 然後今天他給我這個題目 今天這個題目其實是他給的 因為他說有一個這樣的演講 然後邀我來 然後其實就是 基本上我們通常都是放紀錄片 然後應後座談嘛 那今天這個 基本上就不是設定要放片嘛 因為我們那個這樣可愛貌聲 也放了好多次了 在這邊有放過 所以他就定一個那樣的題目 然後從 就是從拍攝跨國婚姻到進入跨國婚姻 就是他都給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其實 會有一點覺得說 對我不太知道怎麼去講這個東西啦 好像有點道理 可是我來到這個東西好像 會有人想要聽嗎 這個很重要嗎 今天除非說是以我為主體 我這個人 我本來拍跨國婚姻的 然後進入跨國婚姻 然後我這個人有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然後有很多的觀察 他在直接談嘛 那 那 然後可是我想說其實 就是以目前來講 我的太太藍金虹是比我有名多的啊 對啊 如果 想的話應該 他在講跨國婚姻 是不是他在講比較會的人來聽這樣 我心裡沒有覺得 有這樣的OS這樣 可是 可是對我來講就是有時候 有人給我一個題目 其實包括就是 有時候 有一些講座或者說有一些工作上的需求 然後 接到一個題目以後就會開始想 有時候你沒有這種 壓力或者說 需求 你可能不會去想 因為他給了這個點 我就 開始想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過去在演講的時候 多少 自己也會自我比較 譬如說我在 我在早期 我就 2013年就拍那個 移民信仰三部曲的 算是比較早拍 那個跨國婚姻紀錄片的導演 然後後來 2012跟我太太拍那個 思文記 就是其實我們早期 應該就是 我早期就有在 做這樣的事 然後我自己在演講的時候 有時候自己也會比較 我早期跟後來跟我太太合作 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 他這個點其實 剛好給了一個機會 我是可以整理一下 但是我 我並沒有辦法就是說 特別就是很有系統的去談 我就是 大概會就幾個相關的點 就是張正友在 那個公告上提到的 就是 我可能會講一下 當年我拍移民信仰三部曲的時候 就是 那大概是怎麼樣 模式怎麼樣的想法 然後我當然還是會比較一下說 欸 那我2012年跟我太太合作 又有什麼樣的 我做法上又有 出發點上又有什麼樣的差異 我自己還是會做個比較 但是 然後會講得完整一點 因為通常演講的時候 我就 通常那個放片座場 我覺得我沒有機會講那麼多 那這個也許可以講細一點 那還有一個就是 也有帶到 就是獨立製片 這個區塊 因為我從 離開公共電視 我是1999到2013 在公共電視當 Inhouse的製作人 然後2013以後就離開了 然後就變成一個 所謂的獨立製片 獨立製片就是 簡單一句話 就是靠自己啊 拍片靠自己 以前在公共電視 在電視台 拍片可以靠媒體的資源 獨立製片就是靠自己 大家也知道 什麼事情靠自己都很辛苦的 包括他 張正就是靠自己 在經營這樣的一個區塊 其實很辛苦 對不對 一個又要弄24場的活動 很不容易啊 對不對 很辛苦 對啊 對 對講好聽靠大家 但是大家不一定要挺你啊 所以基本上他是靠自己啊 對不對 所以 所以對我來講就是 獨立製片這一個區塊 既然我 也這樣也快10年了 這樣2017嘛 大概從10年以上了 大概我離開公共電視 到現在已經10年以上 我一邊 雖然我一邊在交出一個穩定的收入 但是我還是 無務正業的一直在做 拍 做一些拍片 可能是導演或者製片的工作 那這個區塊 我覺得有些朋友可能也有興趣 然後我就是可以用 剛剛講的時分計 或者說附身業在線可愛陌生人 我可能也可以 分享一下這部分 做一個獨立製片 在生產跟印影的時候 我們碰到了一些狀況 然後 發到困難 然後我們怎麼去 怎麼怎麼去處理 那這對想做影像工作人 尤其是 獨立製片也許會有一些 參考價值價 所以大概會有這兩個部分 然後我現在 然後我講的會搭配一些 我現成的一些素材 那因為 第一部分會講到那個跨國婚姻的部分 那我覺得 我們今天要談到婚姻這件事是比較 私領域比較家庭的 我當然也會談到我自己跟我太太的相處 除了紀錄片之外 一定會談到我跟她的一些 因為那個張正宇也希望我 以一個 好像有點像 以一個台灣人的角度 在看跨國婚姻 或看這個異國的伴侶這個東西 那這個部分我可能 對 就是通常演講沒有機會講到這個 尤其常常驚哄會在旁邊 不然剛剛講 有時候我 有時候我講一句 他就給我頂回來 他很容易跟我吐來吐去 現在有機會 我可能會講一些 台灣人在異國婚姻裡面的觀察 我特別還去分了一下 台灣伴侶跟越南伴侶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都經歷過了 因為我都經歷過了 對 我很認真的 這個後面 那既然我要講別人 可能也要講一下自己 要自己自我剖析一下 因為基本上 如果你們對我不太了解 就不太知道為什麼我會那樣講 為什麼我 就是有一些觀點 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還是要講一下我自己 因為基本上 我覺得大部分人 應該還是不知道 我的背景是怎麼樣 好 那我現在先給他看的這個是一個 簡單講 就是我自己的簡介 但是他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在線版 在線版就是 比較好聽 比較美化的版本 這個通常如果你們在網路上 公開 就是在網路上 如果一些什麼圈 演講座談 人家介紹我大概會是這樣的資料 對 然後 然後 我身為在線版 是因為這個就是 要比較 要比較好聽的 因為看了以後 人家可能才會好奇想要來聽 這個背景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對 那剛剛已經講過一些我自己也講了 我就是 做過平面跟電子媒體 然後後來做紀錄片 自片跟導演 然後我以前從做平面媒體 我就是對人權 環境還有勞工 多遠文化原住民 那些很有興趣 所以 那個張正有說我是一以貫之 就是從平面媒體到後來拍紀錄片 我其實關注的 雖然社會體很廣 但是可能都會 多少都跟人權有關 或跟邊緣族群有關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我的興趣 並不是說 好像我就是多正義這樣子 因為 對我來講 就是 這個東西好像跟有沒有正義感 沒有直接關係 我覺得還是跟興趣有關 跟個人的關注點有關 然後 這個是比較是社會參與的部分 剛剛是我個人的經歷 然後社會參與就是 我們有組了一個紀錄片工會 到現在都還活著 已經過10年了 對 2006成立了 現在第11年了 去年 去年那個10年 滿10年的時候 台北電集 有辦了一個所謂貢獻獎的紀錄片工會 這個是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雖然那天我並不在 對 我在南部我沒有去 但是他們在那個背板上有用了一個 我去英國放太陽不遠的一個照片在那邊 我覺得這樣就很有誠意了 裡面有我這樣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愛恨情的紀錄片是 就是以前在 因為我在南地大教過書嘛 然後我就是 利用紀錄片製作課把大家 整合在一起 然後去訪問很多紀錄片導演 然後出了一本書 大概有12個導演這樣 那這可能是一個比較本土的紀錄片導演的訪函書 在這個之前呢 我們都只有國外的紀錄片翻譯書而已 然後我覺得 就是透過那個 紀錄片製作課 有機會出一個這樣的書 我自己也是覺得 還蠻好的 我講 我列這些就是 我覺得隊長是有 比較有意義的 並不是說它是多偉大的事 然後 就是2004年以後都在 現在都在南部嘛 因為我現在住在嘉義 所以 基本上除了教書以外 就是一些 影像陪提課程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是幫忙當講師去推廣 像前兩天我才去 台中社照中心 他們有一個紀錄片的陪提課 就是去跟一些叔叔伯伯阿姨講 紀錄片的訪談技巧 他們完全沒開過片 但是 他們就試著要拍片 那我就負責告訴他們 訪問的時候 你要注意什麼ABC這樣子 然後他們也聽得津津有味這樣 對 好 然後 然後 然後這兩年我有去 這邊有寫說去德國英國阿爾蘭放片 是因為 其實目前在歐洲還有美洲都有那個台灣 台灣研究學會 這樣的組織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台灣的學者 在歐洲或者在美國 他們就是有的時候在那邊教書 或者在那邊念博士 然後他們會有 每年會有年會 他們就會有一些 就是有時候他們 他們國際研討會裡面 會有一些台灣電影結會 台灣紀錄片結的議題 我剛好就是有機會他們有邀我去 然後 就是播給 當地的台僑看 或者是那邊的外國人看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 可能因為我的片子跟社會議題比較相關 所以就 然後前幾年也有這樣機會 對我來講就是好像在做外交工作一樣 讓大家更了解台灣現在的社會脈絡 跟社會發展這樣 然後有去放過太陽不遠 還有語圖共存 因為他們歐洲的留學生 讓子對太陽花運動很想了解 那我們就去倫敦的亞威學院 放太陽不遠給他們看這樣子 然後 然後 9月的時候 9月的時候 有一個 也是在英國一個櫻桃會 他叫做跨國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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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審思 他們有邀我們再見可愛某什麼去呢 裡面那個 誰群放片這樣 所以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這些機緣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啦 就是我們在做片的時候 沒有想到還要去放給外國人看 其實我通常想的都是台灣 我通常想說台灣觀眾 當然就是如果說在國外放 然後 讓人家更了解台灣的話 我覺得很好 好 這個是簡單 講那個經歷跟 最近 這幾年在做的事 然後這是一個參展紀錄 就是我過去的片子 有得到了一些肯定之類的 這個 如果說要查Google就有了 所以我這個就 跑過去就好了 如果你們後面 我們如果有 QA你們想要再追問 的話再說 因為今天重點可能還是會比較是 一國文英的紀錄片 我基本上是做導演 就是 前面就是導演的作品 然後 這幾年做字片有沒有 持溫劑可愛陌生人 照顧光源 是李剛 李剛的 然後太陽不遠 透透透到早安天 還有最近在播的 許志祥的一題 我是字片 導演是我以前南義大學生 這年紀錄片一定可 好 那那個就是在線版正式版的 那再來這個就是一個真實版的 這個通常我不會 在演講場有公開的 那今天因為它這個題目 我覺得 如果就講那些 好像很風光的那些經歷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不誠實 因為我覺得 我講這個題目的話 我怎麼會批評別人啊 那也應該讓大家知道 我大概是一個 事實上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對 好 那有的從標題上 你們可能就看得出來 我覺得大概 這個其實是在另一次的 這個演講場合我自己 整理的啦 那我就覺得境內訣 可以再談一下 你欺負抗法 嗯 這個 應該有沒有什麼不了解的 不寫功課嘛 不寫習體的 我是一個不寫習體的怪牌 我寧可被打到死我也不寫 我大概從國小三年級被打到五年級 應該是我從二年級開始 我就不寫習體了 但是我的功課都是頒上前三年 所以我來講那個 過目不忘在國小的時候是真的 因為我看過我就不會忘記 所以我的那個考試都是OK的 但是我覺得寫作一件事 是非常痛苦的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一個個子 一個個子在那邊躺 然後我寫字又比較慢 可能一開始老師教我拿筆 就沒有拿得很好 我寫字很用力 然後很端正 但是我寫字很慢 那這可能影響我不想要寫題題 但是老師不管這件事 只要不教作業 就是打 打沒有用 各種體滑都來了 所以我這邊寫我自己 體滑體驗的高台生 我在三四年級的時候 我體驗過 國小老師所能夠想到各種體滑 你們隨便講那種我都體驗過 對 半蹲啊 青蛙跳啊 然後跪 你知道最嚴重還是跪在那個獎桌前 那個獎牌前面 對 對我兩者是還蠻痛苦的經驗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我人生有很大的影響 在那個愛人親手紀錄片裡面 那個 因為每個當中都有訪談 我是主編 裡面有我的 我就有比較細的談這件事 可是我不是在打輸喔 我是說那邊比較有 就今天我只是講重點 沒有辦法是特別講 體滑那件事 對 然後那個 顧狐狐狸社被賣麵包統治 對 稍微需要檢視 就是說我在六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擺脫不寫習體的習慣了 然後有比較被老師重視 然後甚至就是下課可以去狐狸社賣麵包 然後只有兩個同學 三個同學可以被選去狐狸社賣麵包 那那個是等於有點像打工的喔 那是有錢的 對有錢的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提早下課到樓下去賣麵包 因為下課大家都衝進狐狸社了嘛 我們要賣了我們當然要早點下去啊 所以可以早點下課 但是對我來講也很開心 然後還有更重要的是 狐狸社裡面一個很可愛的姐姐 對她是店長 然後大概十七八歲而已 然後我們就是她的那個長工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很喜歡跟她一起賣東西 你這麼早就起毛啊 對你可能算是某種起毛 對 然後 可是這不是重點是說 為什麼被丟麵包 因為我們在 因為那個有大小兩間狐狸社我們兩邊跑跑去 我記得在一個比較大的狐狸社那邊賣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就是買 從我手裡面拿了一個麵包 我賣給他了 然後他拿去吃 然後他一咬下去 他臉上會馬上出現一個 非常難吃的表情 他有吃到什麼東西那種感覺 齁 可能他裡面也許有什麼 我不知道可能沒有到蟑螂 但是是一定有問題 他的表情 因為不是演戲的 然後我是賣的人嘛 你們覺得我應該有什麼反應 正常來講 脆貨 脆貨 換一個 他是拿了以後 然後他走了幾步吃 然後才出那個表情的 他當然不是一戶錢就吃 他走了幾步他要走他吃 然後我看到 他覺得很難吃這樣 然後看到 往這邊看 然後我看到他那個反應 我的反應是 笑出來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就笑了 不好意思我賣給他了 然後呢我就 你看那個已經是大概 二三三四這件事了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他那個表情非常憤怒 他就把沒辦法往我這邊丟過來 丟到我身上來 對 然後我其實有時候就是 對 我從那時候我就常在想這件事 我知道 我後來當時知道我不應該笑 但是又沒有辦法控制我 那時候為什麼笑了 我當時想我這個反應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他丟我這件事 我其實 當時 我當時就愣住了 然後到後來我覺得有點羞愧 可是其實也沒有不太有人看到這件事 因為那時候 剛下課的時候 因為下課的時候 蠻蠻都是人 所以基本上只有我跟他知道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很羞愧 你看到現在都還在講這件事 就蠻過意不去的 因為對近人要道歉一下 對不起 如果當年是你買我便套的人 那不太可能吧 對啊 如果真的 你有印象是 你丟我的話你可以交我臉書 我們可以在 我在好好跟你道歉 對 然後我不知道欸 這個東西讓我有點 就是國小的這段經驗 對 然後好啦 再講一個 就是把國小講完 就是欺負胖的同學 我們同班就是 就是有55個人嘛 那時候國小都很大班 不像你們很小班 然後裡面就是有一個 胖胖的也有點像大象的同學 其實他的外號就叫大象啦 他就是胖胖的笨笨重重的那種感覺 然後 我國小的時候基本上還蠻開心的 尤其是 開始寫作業 然後沒有被打之後 然後我就有一些死檔朋友 我們都很好 就是包括跟我一起運 福利社賣東西的 我們都是死檔嘛 然後 就是那時候我好像比較活潑 然後就覺得 我們就是對這種 比較笨重的人 就不知道怎麼樣 就想要去惡作劇 鬧人家 他那時候都要五歲有沒有 然後他就是趴在那邊好好在睡 因為我都睡不著 我比較好動 我就會故意拿那個什麼羽毛 什麼去弄他的鼻子 然後弄了以後他就醒過來 他生氣 他罵 然後 對 然後我就好 然後他又睡 我就去弄他 我一定要把他弄到他很生氣 然後跑著追我這樣 我就跑給他追 但是他又追不上我 對啊 反正 可是我就 我剛剛我就一直記得他的表情 就是那個丟我麵包的人 還有那個很生氣追我的人的表情 我覺得我那時候就是不知道 就是你會有樂趣但是 會有一點罪惡感 然後不知道那到底怎麼回事 可是我後來就覺得 這樣的體 這樣 那狗小那樣的經驗好像 就年紀越大以後 大概會 好像會更能夠體會他的那個 為什麼他那麼生氣 我覺得這件事情 然後跟同理心有關 我覺得國小是一個沒有同理心的 對 而且很多人在國小都這樣 但是 那 像剛剛講的那個記憶 就一直在那邊 然後我覺得 那個好像是唯一的 如果我講啟蒙 同理心的啟蒙 我們怎麼讓人家那麼生氣 到底問題在哪裡 這樣 好 然後 這個我就要簡單講 我如果簡單 我如果都複雜講 我光講我就講不完了 講不到婚姻 對 好 然後國中的話 國中簡單講就是 升學主義的地域 國小很快樂 然後到國中 念到彰化最好的一個國中 要讓你國中 然後我是 那個最好國中裡面的前段班 三個 三個班裡面 專門要去考台中跟台北的大學 在我們當年 有聯考的時代是這樣 非常競爭 這是家長 如果家長就是 儲心俱慮就是要 希望你能夠念到那個升學班 所謂的好班 我們就是好班壞班 我是好班的決勝 可是基本上 我現在國小成立不錯 但到國中就不行了 我頂多到十幾名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數學很差 我沒有數理頭腦 我數學理話那些都很差 所以我只能靠國文 然後歷史那邊再撐 然後又 希望保持一個 前面的標準嘛 所以就很辛苦 然後那時候也不懂 為什麼要那麼拚 就是大家都很拚 就一起拚嘛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在 國中階段 是一個很不人性的時代 我知道再多各位可能也會有類似的體驗 包括現在的小孩可能也沒有到多好過 只是另外一種變形而已 那 然後 對我來講就是 那個體驗是另外一種 跟體滑不一樣 因為那個東西就是 就是後來我還是有比較好的時光 但是國中那三年就是幾乎 就是在那種升學競爭的壓力裡面 然後國中三年 我覺得我沒有交到任何真正的好朋友 很多人就是 自己以前的同學 是很好的 就是 就是一輩子的朋友 但是我必須說 我有國小的好朋友 但是我沒有國中的朋友 然後呢 那麼拼到最後 也沒有考到台北的 也沒有考到台中的 我只能考上彰化高中 我念了彰化高中 我陽明國中彰化高中 在當時算 我們那個考班來講 是算第三等人 第三等人才留在本地念彰化高中 那你可能會覺得省力的啊 不錯啊 可是當時就是這樣 你很拼你很認真 然後最後你是第三等人 我都還記得 就是當我媽知道 我沒辦法去念台北或台中的高中 中一中建國 然後去念彰化 我媽媽那個失望的表情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好 然後上高中以後 慢慢還是有比較開心啊 因為高中有分自然主社會主嘛 我自己知道我的取向就是社會主的 所以就不用在那邊一直環好處理的 差一點也沒關係的 所以在社會主念高中 然後可能我成業不錯啊 然後老師蠻幸好我就當了班長 我大概從高一之後 我當了兩年的班長 但是我是一個很容易碎過頭的 很懶得早起這樣 所以我常常都 爬不起來 然後 我就像話高中 因為升級都在操場嘛 我常常就是人家正在那邊列隊的時候 我從我媽媽跑到隊伍裡面去 然後我就班長到在最前面 就很尷尬 很尷尬的班長 就是身體點體我是會遲到的 可是我往來一直也沒有辦法改不過 然後那時候就是 那個時期也會想要交女朋友對不對 可是就是只會念說什麼都不懂 然後我們旁邊有彰化高商 如果有沒有彰化的 那你知道 你是念哪一個學校 彰化女中 對彰化女中就是最看不起彰化高中的 對不對 現在還是 對不對 現在比較好 對 因為彰化女中的那個成員情 也比彰化高中好 在我當年是這樣 所以彰化高中自己都覺得很 台不起頭耶 對啊 都很不正常 對 然後彰化高商離我們很近嘛 他們穿那個藍色的裙子 很有吸引力這樣 其實我那個在救火團的活動 我有認識一個彰化高商的女生 但是弄來弄去就是 也沒辦法變成女朋友這樣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魯蛇 對 在這個年代來講 你在國中高中有男女朋友是很容易的嘛 可是在我們那個年代 連要怎麼教女朋友都 事實上不知道方法 對 那當然那個還沒有到 嚴重到影響到心理創傷 沒有像體滑那麼嚴重 沒有就沒有啊 你不會怎樣 對 可是就是說太晚對女性有了解 這件事是有影響的 我來到大學的時候 才知道怎麼教女朋友 對 因為我在大學之前都是男校 國小 國小那個中山國小 幾乎都是男生 結果後面轉了兩個女生進來 然後被欺負了要死 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圍攻他 因為 因為居然他是一個男生的國小 然後有兩個轉進來就被圍攻 然後 對 我還記得我也是一起嘲笑他們的人 然後國中就是男女分班 高中就是男 上號高中就是男校 所以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有一點 別愛是我們的性別醫師或者男女相處的期望 是蠻晚的 我這個東西跟婚姻有關 對 然後到政大以後就是 我說誤打誤撞上政大 是因為我的成績是文史方面還不錯 所以我上了政大 但是 基本上那個法律系是亂選的 因為 那時候就是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文學院 一種是商學院 還有法學院 商學院不可能 那文學院呢 我自己自我先知的認為我母母不會同意 所以我不敢說我要念文學院 像中文系、歷史系那些 我不知道為什麼自我檢察處 絕對不行 事實上我有沒有真的問過 可能自己會覺得那個以後可能生存不了 還是怎樣 所以就只剩法學院 所以大部分是天內法律系 法學院的那個科系 然後 就上了法律系 台大沒有上上了政大法律系 而且是財經法主 這個是一個詛咒 我不喜歡那個數字的東西 偏偏上了這個財經法主 我不是法學主 財經法主 所以我進裡面還要念會計 還要念經濟學 然後也念很辛苦 不過我還是把它畢業了 那我做法律系的異鄉人士 那三 那四年其實還念的還蠻 蠻辛苦的 正大基本上是一個不錯的學校 但是它是一個很封閉的學校 在座有政大的人 你是齁 只有你是齁 沒有 大家都不承認 你們都不承認 沒有政大的人齁 是齁 那你們好幸運齁 你是政大的齁 對 我也承認 政大的什麼系 我是公共行政 那我們都法學院的耶 難怪我們今天會變這樣 都怪政大 政大其實是一個很怪的學校 那時候我們那個時候 公務員學校 但是政大也出了一個 一個很有名的人叫黃文雄 赤蔣案的主角 你們知道嗎 當年60年代刺殺蔣經國 的一個黃文雄先生 他是政大畢業的 政大新聞系畢業的 然後因為他做了一件事 政大的校使來把他除名 那個畢業經驗實際上沒有他 然後後來才把他換回去 很多人都不知道對不對 黃文雄後來 因為他刺殺蔣經國失敗嘛 所以他流亡了三四十年 然後他幾乎是最後的黑名單 回到台灣 然後他 他剛剛解研開放之後 他有當過幾年的 台灣跆拳會的會長 那他是一個比較低調的人 後來有當那個 阿扁總統之後 那個人權 什麼東西 什麼 什麼 什麼國策顧問之類的 對 那 可是那樣的人 就是非常少數 然後也會被整個那個 那我自己在那時候念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存在主義 我才知道你應該是我學長 對 我那應該差沒多少 就是 重點就是說 政大是一個很封閉的地方 很悶的地方 然後剛好存在主義 那個東西是一個主流 所以我覺得我那時候就是一個 我那時候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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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上來的 南部人還是比較親 只有幾個男的朋友 我跟 就是自然會分成台北 台北掛跟南部掛 很奇怪喔 對 那 我們就是南部掛的 然後 基本上我又沒有很喜歡 真的很喜歡法律 是被分進去的 所以 基本上就是 自己在做自己的事 所以就是我後面講的 看禁書啊 看禁片啊 然後去看電影 這樣子 就是 那個時代 如果你要看一些禁書 就是到政道後門 有小花彩的車 那邊就有很多 魯迅啊 毛頓啊 巴基那邊的小說 在現在跟我沒什麼 在當年就是 他們都是三年代 走開作駕 台灣是進出 可是人家的文學能力都很強 所以其實那是很好的養分 那我就會買來看 其實 我必須說 在文學上 那個魯迅對我影響很大 我到現在都常來看他的那個 那個 吶喊 吶喊 跟徬徨 那都是短篇小說 但是 是很棒的小說 而且他的那個社會意識跟觀點都很犀利 嗯 然後 因為我對華麗沒興趣嘛 然後可是我慢慢好像覺得說 我 可能是比較喜歡寫東西 所以 有個正那七年 我就參與編務 當編輯啊 後來有做過一任的總編輯 然後 沒事 就沒事的時候 就是會 敲課去公館看電影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很多電影也是禁片 只要比較裸露的 然後人家其實是藝術 可是我們就認為是裸露 就把它禁掉 比如大導賭的 什麼感官世界 有沒有 比如日本導演的 就是都要在公館的某一個小咖啡館裡面 大概是類似這種地方 才看得到 然後就一群人之後在裡面看電視 然後點一杯飲料就可以了 其實在我們那個時候 就有這樣的 就有那樣的空間 那我在那邊吸收養分 比在政大不知道多少 這個是很有趣的 但是 這是事實 不是在大學學到的東西 是在公館的咖啡館裡面 還有在那個後門的那個 賣禁書的那個小八財的 我的養分大部分是從那邊來的 那法律系的東西對我都沒有影響嗎 我也不能這樣講 這樣好像太那個囂張了 我們那時候有好多好老師 那林三田老師 然後房月清 然後法治平 就是教一些法 那個教憲法的 或者教刑法 都是當時台灣的法律界很厲害的學者 連蔡英文都是當時我們的老師 蔡英文當時是教我們那個 一個很小的一個科目 然後是什麼英美契約法之類的 因為他是學英美法的 我也上過蔡英文的課 然後當時完全看不出蔡英文後來 對 我當時覺得他就是一個 很蛋頭的那種學者 他就是指揮站教書這樣 然後他跟學生也不親 就是有的老師跟學生可能會有一些那個 但是他幾乎就是上課 然後就下個就走這樣 然後就是一個學習的課而已 好 好 OK 然後 唸完 唸完正大 然後去當兵 然後就碰到兵便 兵便應該知道嘛 就是我大學好工夫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維持了三年 然後要畢業前 他就說他要跟我 就是我們要分手這樣 對 然後後來他另外有男朋友 然後我就今天抽到金馬獎 我就進門當兵 那時候是一年十一個月的浴冠牌長 我有一年都待在金門 就是 從那個 從那個比較金門中心的那個 頂 一直到 海邊的那個 那個 哨 我都輪過 我也是金門 你也是金門喔 怎麼那麼多 從那個 那難怪我們會那麼奇怪 對 因為我 我們人生經驗 對 感覺上都不是很好 然後那一年其實還蠻苦悶的 女朋友跟我分手 然後又在金門那邊走海房 然後 其實我 那我是排長嘛 排長有一定的責任 然後那時候是三年兵 其實以前 當 對 大家都不知道以前有三年兵兩年兵 齁 大概到我當排長的時候 他的三年兵廢掉 才慢慢會 我有接 我當排長的時候 有碰到最後一屆 最後一任的三年兵 然後他們本質學能都很好 因為他當了三年嘛 齁 因為我是砲牌的排長 我是四二砲砲牌的排長 就是 那個步兵裡面最大的砲 不是那種高熱的砲 步兵裡面有小中大三龍砲 就是裡面的大砲 他是可以上卡車 跑來跑去的那一種 然後他們的本質學能都很好 就是 你跳砲操或打砲的時候 他們都做得很好 齁 可是呢 那時候會有一個問題 就會老兵欺負新兵 齁 因為他們是老鳥嘛 那去了那個菜鳥 就是 兩年兵 然後很多都是大學生那種 就會被欺負嘛 齁 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晚上半夜也目睹過 那個老兵在教育新兵 但是我也不敢怎樣 因為我自己也是個菜鳥排長 這個我印象也很深 就是 你看到有一些 不對的事 但是你也沒有能力說什麼 雖然你有那個權利 但是你沒有那個信心 或者你也不敢 我怎麼好像感覺在講蔡英文 這應該跟他沒有關係 好 我胡扯了 好 然後 念研究所 念研究所的時候 是一個我人生蠻重要的階段 齁 就是 我在 就是因為我自己念法律系嘛 然後我自己知道我可能對傳播有興趣 然後我就誤以為說 如果我要去媒體工作 一定要去跟傳播站上邊 所以我 我剛畢業那一年跟我 退伍完 唷 念退伍完的時候 我去考過兩次新聞研究所 還有傳播研究所 第一年都沒有考上 啊 退伍後就考一次 就上了五大大傳授 所以我是念了五大大傳授 然後碰到 就是 就是那個 有一個老師叫陳光欽 他到時候在美國阿爾華大學 就是 他是念那種文學的 英美文學 但是他文化研究的部分很厲害 齁 因為他有 我們在國外碰到很好的老師 所以他把Culture Studying One 就那個東西帶回來 那我們就比較 我們這些人就比較有機會 接觸到比較遠點的那個 比較左派的 傳播理論 或批判理論的東西 那這一套東西跟我在法律系 學的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法律系不肯教這個東西 就是六法全書嗎 然後英美法 大陸法系 但是在研究的時候 我學到比較批判理論 比較左派的東西 還有一個老師叫翁秀琦老師 他是劉德的 就是 他是 研究方面很強的一個學者 然後對我來講 這兩個老師是影響我最深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有一個讀書會 叫媒文化讀書會 張正知道嗎 媒文化是媒體的媒 就是 因為 因為陳光欽在普大帶了一年 就被鬥爭走了 對 被誰鬥都不要講 他就離開 然後我剛好那一年 那一年是上到他的課 然後我們就覺得這個老師很棒 跟他可以念到很多好新鮮的東西 所以他走了以後 我們一群人還跟著他去 去自己 變成一個讀書會 然後可能跑到台大或公館那邊 跟著他念書 然後 然後就是 他會介紹一些書 然後 譬如說我們後來就找了一本 就是 那個算是文化研究 在批判 在傳播理論方面的一個入門書 一個經典書 我們就 就是大家一人分配一個章節 把他歡迎出來 然後後來遠流出這本書 那個應該是 台灣的傳播理論在 這個區塊還滿重要的一本書 那所以那個研究所念的還滿有成就感的 嗯 好 那我這裡講那個公開話 你就心跳在說 這可能有點莫名其妙 是說 我從 因為就是 在一個很封閉的環境長大嘛 然後念正大演 好不容易去 我記得我在正大演的時候 有一些演講場 比如司馬忠元來學要演講 當年是很大咖 那 有時候你Q的時候想要發言 我就發現我沒有辦法公開發言 我覺得我會 有問題要問 但是我要舉手前 我會 就是醞釀很久 然後醞釀到一直心跳加速 然後加速到我沒辦法講出話來這樣 就是很緊張啦 對 然後其實一直到研究所 有一些研討會也一樣 就是其實自己會有一些疑問 但是不敢公開提出問題來 所以你們看 我現在好像是比較囉嗦的一個人 但是在研究所之前 我是公開發言 我是沒辦法 心跳加速到心跳快跳出來的感覺 你怎麼發言 然後再來就是 到業界以後 大概就是這樣 我快要講到比較以前完全沒有講過了 就是 1993就是報社 後來就是去當自立早報的記者 然後跑這路線 後來到超市 然後民視 當過商業媒體的專輯記者 像民視的 民視宴堂有沒有 現在還有的那個專題節目是我們開的 我們是第一代的記者 然後後來就是公共電視1993開台 又有那個 就是剛好 幸運有那個機緣他們缺人 那我是做專題的 就是有一些 像是有一些題目在身上 所以他們就 那個紀錄片組的 那個組長就找我過去 所以我就有機會從民視跳到公司去 然後開始做紀錄片 雖然我對紀錄片是什麼完全不知道 對 就是 我到電視台當記者之前 我完全沒有學過電視新聞的東西 我到公司做紀錄片 我也沒有學過 那你們會覺得奇怪 我不念傳播人右手 但是那個傳播人右手 完全是教理論的 你們我剛剛講的 陳芳心我以為都是很理論派的 他主要是在培養我們的觀點 我們傳媒學校觀點 看世界的方式 但是技術面的部分 法律系不可能有 傳播手也沒有 所以我都是到媒體裡面 就是 寫戰寫走邊做邊學的 那在 現在這個環境可能就不太可能 可是在當年 因為就是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媒體剛開放 剛解禁 報禁之後就是解電視鏡 所以電視台有很多機會很多學 因為老三台的記者 沒有那麼多也沒有那麼優秀 對 他們也沒有那麼多題目 那我們自己已經在平面有一些累積了 所以就是邊做邊學這樣 然後所以對紀錄片的認知 我都是很舒淺的 然後我現在會講一些紀錄片的東西 所以都是我後來開始教書以後 我自己再去念書 然後就 原來 什麼叫直接電 什麼叫真的電 我都後來才知道的 然後那四年就是 做了八部紀錄片 以紀錄片的那個 工作人員來講 這個是有點誇張的 可是那時候不知道 就覺得說你在Inhouse做 然後 就是你就要認真做 而且我們在新聞部 對地news的記者每天都在做 那我們這些人 就算沒有每天做也不能太扯吧 因為人家一定會覺得 一樣比薪水 你薪水還比他多 然後那麼慢 自己會給自己壓力 所以那時候我跟科技醫院 就是環境紀錄片的導演 我們兩個就是 產量最多的 那產量比較少其實也有 那後來就 他就會被人家盯得很慘 對啊 所以那個環境 你有很好的資源做紀錄片 但是其實那個體制的壓力還是蠻大的 那我自己回顧起來 我只要 會覺得說 對那是一個可以很專心做紀錄片的一個環境 很棒很幸運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 有些我的片子的深度跟廣度不夠的 然後那個跟 我的那個時間 跟我的那個檔期壓力的關係 我根本沒有時間在 在照我自己的理想 就是做到什麼時候才把它做完 因為那個只要一提案出去 什麼時候播都是已經確定的 那這個也很難跟外界解釋 這個情況就跟獨立製片不一樣 獨立製片 你可能獨立製片的問題 可能是你找不到錢 或是做 剪接剪半篇 不知道弄到民國幾年 做個沒完沒了這樣 那在體制裡面做紀錄片的問題 就是說 對你有很多資源 但是你能不能 在質量方面 你能不能做到最好 有時候是 沒有那麼 是另外一個問題就對了 好 然後講到2013 這個紅字這裡有沒有 對 這個我通常不會很快的講 我在公共電視的時候 其實 算是我人生很某種 高峰 高峰啦 因為我做我的強阿威嘛 我 2003年我要離開的那一年 我連 那一年連續 剪了三次紀錄片 移民線要三部曲 每隔一個月剪一支出來 對啊 有點瘋掉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那樣是不正常的 因為這是大運的長官 我長官是紅年寫嘛 就覺得提案出來 就應該 那時候自己寫要 平常一點都把它做出來 所以就是我的強阿威 然後還有北斎桃老婆 中華信號在台灣這樣 然後我的強阿威先剪出來嘛 還蠻受好評的 但是後來越剪就越沒有能量 因為真的是 有點太煩了 然後我那時候又打算去運行國念書 所以自己也有給自己時間的壓力 然後 那個我的強阿威有入選 那個 世界公共電視營展叫Input 然後在西班牙巴塞隆納 就全世界的公共電視的那個製作人 導演會在那邊 然後 我就說 前一年好像沒有台灣的片子入選 我那一年才有 所以算是一個蠻大的榮譽這樣 可是也就在去巴塞隆納那個 就是 那一個 那個 那個timing 我的前妻跟我 分手了 而且那個離婚協議書 是在巴塞隆納的旅館裡面簽的 所以對我來講 那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那這個部分因為是比較personal 聽到他我就不多說 我這邊只能說 就是 離婚這件事 基本上都是我的問題 是我造成的 不是他的問題 然後跟 簡單講就是跟愛情中和中史有關 然後責任在我身上 這樣你們應該就大家知道了 所以他要求離婚我也沒有話講 然後回來之後 那我們有 試著要再復合 可是後來也沒有辦法 然後我慢慢就離開台北了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 我在彰化了二水的一個 二水的那個 村落的外圍 那個田裡面的三合院 我在那邊租了房子 三合院大概一個月三天塊很便宜 我在那邊獨居過幾年那樣子 然後 那時候 其實 我跟公共電視有申請留著平心 然後我本來是要去念一年的 Film Study 在英國 但是 因為這件事情 他也因為我帶的錢不夠 所以其實我念了半年 就 就回來了 然後我回來其實 大部分的朋友都不知道 欸 因為我自己在某種人生低潮 欸 我就自己去 跑去那邊住這樣子 欸 然後其實 連我媽媽也不知道 欸 我媽都以為還是 我回去看她都以為 要是從台北回去的 欸 啊我為什麼沒有回去跟我媽住 因為 我媽因為這件事她也很難過 欸 然後 基本上老人家嘛 就是 她有她的生活習慣 然後我跟她 我覺得我也沒有辦法 我如果在那邊 我跟她住在一起 我也沒有辦法很放鬆 所以我就選了住在附近 然後就是 回去看她這樣 欸 所以那時候 我就已經慢慢離開台北了 欸 其實還沒有完全到南部來 然後我媽在2008年過世 我也覺得很遺憾 是因為 她 基本上 我的兄弟都沒有跟她住 然後 只有我比較常回去看她 然後她是 自己獨居在彰化 雖然有幫她選了一個居家服務員 定期去照顧她 但是基本她沒辦法每天 所以她就有一天晚上洗澡 都跌倒在浴室裡面 然後爬不起來 後來就 過世了 欸 那我自己都覺得說 如果我有每天跟她聯絡 齁 齁 就不會了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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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sama 齁 我就沒話講啦,因為我心情很不好 我就休想說,我就是我的作品啦 就是這個演講的題目嘛 就只能這樣講啦,不然怎麼辦 事實上那幾年也會想很多 就是整個這樣下來好像蠻有成就感的 但是那一年的打擊很大這樣 那其實不管有好有壞,對啊 基本上我們就是我的作品嘛 其實各位都是嘛,你們都是你們的作品 不一定要拍紀錄片拍電影才是作品啦 我們這個人活的怎麼樣,就是一個作品嘛 只是不是每個人都瞭解我們而已 但是我們自己知道嘛,對不對 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是怎樣的作品啦 對啊,那我自己這樣下來,我不敢說 我是一個好作品、壞作品這樣 因為其實我本來就認為作品沒有好壞 對不對,每個人都是有他的獨特性 但是基本上我們就是要對自己的人用負責嘛 所以我們就是我們的作品嘛 然後不一定是影像的 對不對,我們做很多事都是啦 然後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我那個人生冬天有沒有寫人生冬天 我自己那時候覺得說 好像人生有春夏秋冬 我自己那時候比較冷靜以後 比較 好像想要走出來以後 我自己有自己寫的 我覺得那時候 大概零七零八可能是我人生的 結果好像是人生冬 我就走到春夏秋冬的冬 然後我自己在想我什麼都會走啊 然後我就鼓勵自己說 不可能一直是冬天 因為既然是一個世紀循環 一定什麼時候會再回到春天的 嘿,我就是這樣自己鼓勵自己啊 有沒有,有點硬掰這樣 對,然後 然後後來就 欸,就是做郵政嘛 郵政那個就是有機會 有播那個篇在的時候 就是有機會去做郵政的紀錄片 然後有得到一些肯定 然後後來就是到 到中文大學去監任 我一段時間在三個學校裡面做監任老師 因為為了微生嘛 我當過三個學校監任老師 竟以中正跟南義大 然後後來大概 零七零八以後才變成專案 專案教師在中正落腳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本有在拍片 然後那兩年就是有拍郵政 還有拍董國三紀是三 就是蘇建文案的第二集 公共聽師有找我回去做 然後再來就是 2008我媽過世那一年 我也認識我老婆金鴻 然後09年我們就 算是正式在一起 然後我也到中正去教書 我就建議他也跟我一起去嘉義 因為他在彰化 經歷了一個八年的婚姻 就是很慘 先生會叫報骨婆 很很 然後自己帶了個小孩出來 然後我認識他以後 我覺得他很辛苦 然後我們直接在一起以後 就是我就說 你要不要換個環境 然後 然後基本上 因為我在中正教書 會申請宿舍嘛 所以申請宿舍在那邊住了 我們就在那邊住了兩年 在中正住了兩年 然後後來才搬出來 然後再後來就是現在 我們在那村子裡面住 我們自己買了一個 中古屋以外還有一個 月在家文化站是租的 也是一個月三千五家 經營那個月在家文化站 然後這幾年就是做 大概是這樣的事情 就是太陽化運動是台北的嘛 反抗運動是中南部的嘛 我都當總製片 然後或者有當裡面一個導演 就感覺上好像有點管太多 其實我被我 我有被金鴻念過 因為其實金鴻就是 他是一個比較 傳統型的老婆 就是後面剛還可以在談 就是他會覺得說 你在忙沒關係 但你要注意身體 你對家庭要有一定的那個 就是關注在 你不要整個都一直忙在你外面這樣子 然後他唸我說 我覺得你好像在當總統一樣 總統沒有那麼忙 你管全台灣啊 對那你的確 太陽化是台北的 對 尤其太陽化那是 對他有一段時間 趙烏風雲也常跑台北 因為那個 李剛的公司在台北嘛 就是一直都要跑台北 然後明明之外 南部一直要跑台北 我本身也覺得很煩 問題是資源都在那邊嘛 然後太陽運動就在立法院 然後什麼辦法 幾乎跟東會也是在台北 可是我如果跟他講那些 就是吵起來啊 他覺得你自己時間會不會要注意嘛 對不對 後來反空運動好一點 在中南部 可是其實因為已經有前面的不良紀錄了 他有警告我說 你不要再像之前那樣喔 對 所以我這個反空運動我都很低調 我連 就是太陽化運動 我還有參與裡面一支導演 那反空我就不敢了 我就堅持我做製片就好了 所以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紙掛的製片 都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我也是太容易答應別人 然後我太太變成是一個煞車 我剛講的那些不是都在 不是說他不好 就是他 某種角落的隊友 他隊友是好事 因為我覺得我們有些人就是那種太 工作狂或勞入民 就是需要有人去騎他的車 其實你自己也要注意 對 你站他是不是 他會不會 你是不是他的煞車 蛤 蛤 反正怎樣 爆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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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算是煞車之一嗎 還是你自己也需要人家煞 因為有時候兩個人很難說 今天我是有煞車 但是雲章是不是我不確定 對 如果兩個都一直衝 就會有點危險 對 不過如果衝很快樂也沒關係 那個 好 然後 這個是我在紀錄製片的部分 然後 還有我是老師 這幾年 我這三年轉成專任的 然後對我來講 我做的就是培養他們影像專業 還有一個就是大學的一個重點 獨立思考能力 對 對我來講這個很重要 對 就是說 我都慢慢講說 我是教學人拍片的 可是其實我在課堂上 都會跟他們提醒說 你們不要只會拍片 你們也要看書 盡信書不如無書 不信書一定會輸 如果自己瞎掰 對 就是說 因為現在的學生 他們看的片不多 你要鼓勵他多拍片 但是他們又會覺得說 我會拍 會剪就好了 他們沒有想法 沒有關聯在後面 尤其他們很年輕 所以你就是要看書跟判片來補牆 對不對 然後獨立思考這件事 它沒有辦法空彈出來的 你就是透過這個 拍片的實作過程 還有你就是要多看一些好作品 你才能夠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獨立思考就是我覺得 如果念大學有價值就在這件事 為什麼會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我念正大的時候 我覺得我並沒有 我覺得還不夠獨立思考 所以我看了一些禁書 有一些養分 禁書經典有一些養分 但是我覺得 我真正獨立思考的能力 是在研究所 是在研究所念書那段時間 因為我有得到一些不同的觀點 跟世界觀進來 那坦白講 一般的大學是比較難的 可是我為什麼會覺得 現在大學人還是需要 是因為他們現在所能夠得到的 開放資源 比我們以前 這件事情好太多了 我們剛剛講了一些文化人 就比較左派的東西 只要現在大學生願意的話 都可以接觸得到 只怕你們自我感覺良好 然後 或者說沒有那個眼光而已 我們當時是想接觸都沒有辦法的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大學生 現在資源比較好 然後他如果自己也不重視 獨立思考能力這件事的話 就很可惜 所以都常常提醒他們 然後紀錄片資源接合者 就是 我不是說我現在張製片 或者監製嗎 因為自己在教書嘛 不可能一直拍片 一個人真的能力有限 所以對我來講 去媒合或結合一些資源 給一些有潛意的 或者說有心的創作者 年輕的創作者 是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多少有一些人脈或資源在身上 所以我常在 去做一些判斷 然後如果有人找我 我會幫忙介紹 所以我剛剛跟你說 如果你們想拍片 也許會幫忙判斷 對 也許可以介紹誰跟你們認識 講白一點有點像仲介 台語就看高啊這樣 我有時候在想說 如果有紀錄片仲介這個行業 我應該是可以賺錢的 因為其實過去幾年 我真的做了不少 媒合仲介的工作 可是偏偏就是自己有婚姻仲介 然後外勞仲介 他沒有紀錄片仲介這個工作 你可以開家務表出來 對啊 那紀錄片仲介 其實對社會比較有貢獻 但是沒有這個工作 加務表 根本沒有這個行業 你怎麼加務表 然後業在家文化站的長工 就是現在金鴻是站長嘛 那我就是 基本上有一些硬體的 剛開始的一些東西 是我幫忙出錢 但是現在他就是要自以自主 他可能賣越南咖啡賣一些飲料 可是那個其實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們多少都 所以說我跟我女兒 多少都要幫忙 還有一些移工朋友也會來幫他 這個就是 如果你們有機會來嘉義參觀就知道 這我不用多說 好 然後 對 那因為我剛才已經講得很細了 這照片你們瀏覽一下就好了 你可以去 國巧的樣子 是不是被體華的時代 這個笑容是假的 沒有啦 那時候我比較好了啦 因為五六年級了 是在整那個胖子的時代 對 算了 你要放全音音 好 要換全音音嗎 沒有差 要換哪 左上 左上那個嗎 右下角 右下角 右邊 這個 這個 全音音 目前 好 這個 都是 翻拍老照片的啦 所以 不太清楚 這個是 國高中 後面是我父母 這個是我弟弟 有沒有 國高中感覺不太快樂有沒有 國小會笑 國高中沒有笑容的 這都是真實的 然後在大學的時候 有點悶這樣 這個是賀兆提導演 他是研究的同學 如果有人知道他的話 然後金馬獎的時候 這個是我這一排的班兵 這些都是新兵的 老兵已經都退伍了 這個這個這個是老兵 有沒有感覺不一樣 這個這個這個 後面後面 光比 喔喔比不到 沒關係啦 這個 這個這個 有沒有 他有點像他是連長有沒有 對啊 他比我還有權威感 好 然後這個是超市調查報告 是我做 是我做媒體 這麼多年來 我最開心的一個團隊 最喜歡的一個 工作的環境就是這裡 因為 因為那個資源是前所未有的 一個專輯報導的節目 有四組人 然後每組有三個 一個製作人 一個文字記者 一個攝影記者 然後每兩組還可以共用一個 紙音製作 還有一個剪接 你們可以去問問現在那個 就是台灣的那個新聞雜誌節目 不會有這種編制的 他們頂多就是多幾組人而已 但是都是文字跟攝影兩個人 然後攝影刀間剪接的 我們那時候連剪接都有另外的剪接 手在剪 是厲害的 是有經驗的剪接師 所以我們那個 電腦報告的那個 出來的那個 報导式的紀錄片 專題都有一定的水準 有點就是類似 報导式紀錄片的一個格局 不是一般的專題而已 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這是張兆棠 張兆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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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一定要我筆 那按哪一個 這個 張兆棠 大師 林樂群 Cnex的 這邊有Cnex的朋友在 他是我的製作人 曹文傑現在公司總經理 何日生 他那時候 他後來有一段時間 當大愛的花言人 然後 這四位 我們這四個是文字記者 然後 梁雅珍 這個在當老師 他們是攝影 那谷國現在在公司 這個 就不用講那麼戲啦 對 因為有的你們也不認識 這個是在超市的那個 頂偶拍的 我很喜歡這樣照片 這個是我跟我老婆 我們在拍太陽 太陽不遠的時候 我有讓他去當成 協助當攝影 這是 我跟學生的一個合照 這是在講個不同身分而已 全家伙 這個是 金虹那時候還沒拍紀錄片以前 因為他 他基本上拍照是 他一個影像是有sense的 所以我鼓勵他去參加那個 移民主辦的 新移民之美攝影比賽 然後他就是 就是 我們有 他有參加過兩年 兩年都得第一名 這是第一年的第一名 就是 他其實就用一個 我們很陽春的手機拍的 其實是對著近的拍的 因為 那時候就是 他 我們有時候會 就是我們會穿國斧在玩 因為金虹很喜歡穿國斧 然後 然後這個 這個帽子就是那種 國斧的帽子 我這個是越南國斧男生穿的 然後 雨珍穿那個小伯骨 然後 我們那時候 其實我有點變勉強 我不太想穿那個 因為我覺得有點像 像那個青草的那個 死人在穿 有沒有 那個殭屍電影有沒有 殭屍電影裡面 死人是穿這種的 我不太喜歡穿 所以我這個表情是 有點在揍怪的 因為我其實不是很喜歡 然後 然後 雨珍就剛好也在揍怪人 他就剛好抓這個 timing拍下來 你看用這個Nokia手機拍的 這張得第一名 還要一兩萬塊 用手機拍的 用手機拍的 好 我講那個 影像的部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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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那有一個是 我要用 我要看我的手機 我再來再補充一下 各位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問我 因為我 我基本上 有整理了 就是 今天主要題目在 要談到的 就是 就是我個人的部分差不多了嘛 然後 那個脈絡已經很清楚了 然後 跨國婚姻這個部分 就回到這個片子的正題 就是 在拍那個 就是移民現場三部曲 在公視拍的 後來在 四分機跟金虹拍的 那我 我就簡單比較一下 就是 拍攝動機啦 如果說 以拍攝動機來講的話 我覺得在公視比較處於那種 知識上的好奇 想知道 新一鳴就是 這個議題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 那麼多社會問題 然後還有那麼多人 一直嫁來台灣這樣 我其實真的 只是想回答這個問題而已 我不懂 然後 我那時候完全沒有 新一鳴的經驗 然後 然後 那個 在四分機的話 其實 因為我 我自己 已經有拍過了嘛 然後今天我是新一鳴 其實我大概都有一些sense 那為什麼 我還是拍新一鳴紀錄片 是因為我們在南部生活 我們在南部生活 我們生活裡面 就是很多新一鳴姐妹 會來跟金虹 聊天啊 煮菜啊 什麼的 然後你也會知道他們的家庭狀況 你在 我們在公視做的時候 可能還要特別去填調 我那時候跑中南部 大概訪問了 一二十組的人 各國都訪問了 然後從裡面去挑故事 然後去找到想要拍攝對象 可是在四分機的時候 這些人都在我們生活裡面 就變成說我們 就是 就是會去感受他們的一些快樂 跟痛苦 然後 有時候就是 然後 常常就是有一些活動的時候 會拍一下 就是沒有像公視那麼目的性 就是說 啊 決定這個人是可以變主角 就開始拍他 齁 就是這一點是還蠻不一樣的 所以我在演講的時候說 四分機跟災源可愛陌生人 比較是從生活裡面長出來的紀錄片 齁 不像我以前在媒體的時候 是一個比較目的性的 就是提案 齁 然後通過就去拍這樣子 是 從一個比較 台北天龍國的一個 知識分子的角度去拍片 齁 然後那個 電視台模式也順便跟大家分享 就是先填調嘛 齁 我剛剛講的 採訪的 預防的一二十組耶 然後寫企劃案 然後就跟公視提案 那通過以後就可以拍 那拍完以後 在拍的時候 拍完之後當然就是後製剪接 然後在公視播出 齁 基本上 一般紀錄片的模式 包括科金元他們的模式都是這樣齁 齁 一些獨立自片 如果說接受公視尾次也是這樣 你一定要通過你才開始拍片 所以真正 在沒有拿到錢 之前能夠拍的都是很有限的 大概都只會是在那邊做 寫做文比賽 可能計畫寫得很好聽 但是不一定拍得到 或拍得出來齁 齁 但是當我們寫企劃的話 就是 其實我們就一邊在拍了 因為從生活裡面 齁 就一邊在拍了 譬如說我們寫企劃裡面有個主角精靈 他是那個金鴻的國小補教同學 齁 那他 就是暑假回去探親以後就沒有回來了 把小孩帶回去就沒有回來了 那我們當然會好奇怎麼回事 那金鴻就會 金鴻就是跟他聯絡才知道 原來他的先生都 晚上都不回來 或者是會玩女人之類的 然後他回去 然後今年回去跟娘家講 娘家知道以後就這樣就不要來了 反正他們也養得起他 為什麼要那麼辛苦 那知道以後 金鴻他回去越南探親的時候 我就鼓勵他順便去拍他 其實也不是專程去的 因為那時候也還沒有 還沒有確定要不要拍也沒有拿到錢 就是 鼓勵他去拍他 紀錄下來 然後發現說 真的有一些 沒有想到的一些狀況 齁 所以 是一邊拍攝一邊填調 如果以模式上講這樣 然後 覺得 然後就是像這樣的主角 有兩三個之後 我們就想說 也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紀錄片 齁 然後就 開始找錢 跟國一會找錢 然後就 寫企劃案 因為寫企劃案基本上是我 我的那個 本職學長 因為在公司就已經在寫 就會寫了 當然 為了寫 為了提案都還是要做一些填調 譬如說 新移民到底人數有多少 再加一有多少 這個在寫企劃案的時候 就要做填調 可是當我們剛剛 我剛剛講 在拍今年的時候 我不會講那麼多 那就是我們的朋友 但是當你要去找錢 你這些東西 你就要做填調 所以你們可以發現 就是 如果在媒體的話 填調是一開始 做好寫企劃案 但是在真的 像我們在南部 這樣工作 其實是 一邊拍一邊填調 然後要寫企劃案 也要再填調 然後後來再提案 然後找到錢以後 再繼續拍 那時候其實可能已經拍了一半以上 甚至三分之二了 這在公司很不一樣 在公司不可能是這樣的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時間 或沒有資源 你不可能跑出去拍 拍拍 然後做後製 在公司 剪接後製完 電視播出 那我們現在獨立這邊 做完後製 就是參展跟巡演這樣 然後這兩種模式 對我來講一個差別 就是說 在公司 你做得再好 你在電視播出 你就看那個收視率 那其實 你比較沒有辦法得 確定說 你的觀眾的感覺是怎樣 如果收視率好 我覺得不錯這樣 可是其實那個有時候很難說 像 像我的強娜威 那個三部曲之一 那時候收視率很高 好像比當時公司的連續劇還高 可是我自己都認為說 因為它有點像回照劇 呼吸在那邊吵吵鬧鬧的 當然台灣人很喜歡看人家吵架 所以那個收視率高 對我來講也沒有什麼肯定 對 而且最主要是我得不到觀眾的回饋 對 就是我不知道觀眾是怎麼想的 但是現在獨立製片 基本上我們並不會去在意收視率 就是比較商業的東西 我基本上我也不會覺得 我拍片一定要去上院線 因為我覺得我的題材 未必適合上院線 因為你如果不賣的話呢 會難過 你賣的話呢 又會有另外的擔心出來 我的被拍攝者感覺會怎樣 他要不要跟你分收到的錢 那你要不要跟他分 對不對 這一切都變得很複雜 那現在像徐志強練習題 就是小季他有在上院線 因為他跟他的主角 徐志強兩個是有共識的 他們借這個東西在推廣實改的議題 我就覺得這樣很OK 對不對 他們就沒有什麼 我剛剛講的那些困擾戰 所以 不是任何題材都可以上院線的 然後也不是上院線賣票房好的紀錄片 才是好的紀錄片 或者才值得看的紀錄片 然後 對然後在我們這個 在我們這種模式裡面 就是變成小眾巡演 像這樣的巡演很重要 就是 就是說我們看不到受視率 但是我們片子播有後 我們會馬上知道觀眾 他的反應 然後他有什麼疑問 然後甚至他跟我們討論過程裡面 我們會再多知道一些 可能拍片的時候不知道的事 因為有些人的背景 他可能是某種專業 譬如說拍移工紀錄片 這段巡演過程 我又多知道很多 跟移工有關的一些背景知識 是拍片的時候不知道的 所以對我來講 這種 這種比較小眾巡演的模式 是 雖然獨立之間比較辛苦 就是這種小眾巡演的模式 我覺得是 以前在公式的紀錄片時期 所沒有的 就是比較類 然後 可是 好像比較踏實一點 然後那時候在公式 好像感覺 有成就感 哦 公共電視影展還入選 好像滿有成就感的 但是會有點虛 不太踏實 因為最主要是 你不知道 看這個片子的人 他們感覺怎樣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 紀錄片跟劇影片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差別 就是說 我覺得那個 那個互動是很重要的 劇影片的導演 未必 會重視這個區塊 或者說這個區塊不是關鍵 但是我覺得紀錄片這個部分是重要的 因為觀眾不管 覺得喜歡不喜歡好或不好 你會有機會知道 然後你如果知道的話 你才有辦法再成長或再改進 如果你不知道就是用想像 或只是看收集數字的話 我覺得那是 那是有問題 那就變成是一個劇情片 就變成商業電影的模式 然後我講這個也是 有一點想要提醒 就是說有些 做紀錄的朋友 尤其比較年輕的 我都有點擔心說 他們就是會 把商業電影 就是上原線的那個成功 當作是一個 唯一的成功 或真正的成功 我覺得劇情片也許是這樣 但是紀錄片不應該是這樣的思考 應該是要有點不一樣才對 好 然後 對 然後 這個 跨國文明的紀錄片 自己 我自己的那個 我比較兩個差別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觀點 我都會跟大家講就是說 我自己在拍摯文記的觀點 比較拍那個 我的想法那幾部的觀點 比較是一個外部觀點 台灣男性的觀點 外部觀點是因為我就是台灣人 我們不是新移民本身 然後我們在這個族群外面 其實我在怎麼有知識分子的良心 我再來再怎麼樣也是一個比較外部的 但是思文記的話 因為金鴻參與了 而且是以他為主 然後他本身就是新移民的身份 所以我就說他是一個比較內部觀點的 就是族群內部的 就好像有點類似原住民拍原住民一樣 那當然我不是說原住民拍原住民 或新住民拍住民就一定拍得好 但是至少外部內部這個是純 這個是有差別的 內部觀點認真好好拍 我相信比較容易比外部觀點拍得好 然後尤其是這個是女性題材的紀錄片 他能夠捕捉到的 接觸到的 那個層面深度還是會比我大 這個是我自己 就是看我那三部跟我後來跟他合作 我自己感受到的 因為在那三部的時候 我跟我的攝影我們兩個都是男性 那我那時候還不會拍東西 或者我沒有親心拍 都是我的攝影在拍的 所以一些人際方面的 就是那個關係上面的建立跟突破 都是我在做 然後我攝影跟著拍而已 攝影本身跟被拍的沒有直接的關係 雖然說我的攝影叫小胖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攝影師 他就是也是很有人緣的 但是再怎麼樣就是 那不是一個很親近的 還是不是一個很親近的關係 他還是一個比較是 就是拍攝者跟被拍攝者的 那種一般關係而已 但是在我跟金鴻合作的時候 就是金鴻會有一個身份 就是說 他是被拍攝者的姊妹 或被拍攝者的阿姨 就指那些小朋友 他有一層身份就是這個 那這個是當時我做一個台灣 我跟我攝影的台灣男性說 沒辦法有的身份 沒辦法有的關係 這個部分 跟我來講 可能沒辦法在片的對比的時候 馬上做出 做出比較 或是做出分析 但是我自己的總體感覺 我認為是有影響的 所以如果有人覺得斯文記好像比 我之前拍的片的深入或好看 跟這個也對應該是有關係的 對 像張震鑿就會覺得斯文記還不錯看 對啊 當以前 其實首播他就 我覺得他印象很深 他就很驚訝說 喔!斯文記還不錯看耶 一直說 應該前面以前那個 我的想法會很難看 對 他就是 有一點 我覺得他好像有點驚訝 應該想說 蔡廣我拍的片大概就是這樣 沒想到斯文記還不錯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你一定有那個感覺 在倉庫類似的 對啊 你那時候那個 訝異的感覺 好吧 就是被藥去看就只好去看一下 沒想到嗎 對啊 因為你知道蔡廣我片的 調子大概是那樣 沒想到 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樣 對啊 所以 外部觀點 男性觀點 女性觀點 那部分這個應該是有影響的 這是蠻微妙的影響 然後 呃 所以 所以那個 拍片的部分 大概 就是 呃 我拍的跟我合作 大概有這樣的 幾個差異存在 然後 那個 張正好像還有問到說 我對 我對那個 一國 就是說那個 外籍辦理的觀察 我剛前面有講 對 我在 來了火車上 我自己有稍微整理一下 沒那麼抱歉 因為其實我跟台灣幾個族群的女孩子都交往過 雖然我以前是很low的 但是後來就是成長過年就是有那個機會 齁 對 那新住民是最後一個族群 對 這樣講好像很那個齁 反正我也沒有講那什麼族群 欸 啊可是 對我來講台灣的伴侶齁 跟越南伴侶齁 因為我沒有交過越南之外的國家齁齁 我都很像講 就是對金鴻比較抱歉 那就變成是一個 sample這樣 我覺得台灣的伴侶齁齁就是 就說他們有幾個差異啦 如果在質地上 就是我們 我自己的台灣的異性伴侶都比較文青一點 就像在座的各位一樣 然後這也跟我有關嘛 這不是他的文青 我自己就文青嘛 所以我的伴侶一定也是文青啦 但是 金鴻 他就不是文青嘛 他就是一個農村女孩 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那個就差很多 一個農村女孩跟文青就差很多 他國小五年級都沒有念完 那你們自己可以想要 你如果你們跟一個農村女孩在一起 當夫妻的話 就是那個感覺 然後打扮 就是台灣伴侶的打扮就是 像你這樣打扮對不對 對 就這樣嘛 我以前女朋友大概就像你們這樣嘛 都是很容易的 但是呢 越南女孩子呢 通常 他有一個很突顯的就是 他們幾乎好像幾乎長頭髮的嘛 你哪有看到短頭髮 這也是某種傳統 就是越南女孩長髮一定是為主的 那其實金鴻有前幾年有剪過短髮 其實我覺得他剪短髮比長髮不好看 可是他們習慣就是留長髮 然後 他們在衣服的配色上都是比較亮色的 他們喜歡比較亮一點的 我覺得這可能跟他們的文化有關係 他們國斧都很亮 然後他們很喜歡 其實他們基本上不只金鴻 我覺得大部分的女孩子都很喜歡穿國斧 國斧對他們來講有某種 穿起來就是 是一種impower 會給他們力量的 尤其在國外我覺得 他們很喜歡穿國斧 那穿的 然後你們發現 好像越南女孩子也蠻喜歡穿高跟鞋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至於跟國斧有關啊 其實穿的國斧不是穿高跟鞋不會好看的 不信你們去試試看 你們穿了國斧 然後你沒有高跟鞋其實不好看 那個褲綁會脫在地上 所以 他們喜歡穿高跟鞋 是一種他們自己的美學 然後 尤其是穿國斧 是一定要有高跟鞋的 問題是多高而已 然後 然後驚恐在穿高跟鞋能力上 也超越我任何的台灣伴侶 對 我以前的台灣伴侶 是不太穿高跟鞋的 因為就是 對 會覺得這個是很那個 然後 在思想方面 台灣的 女性伴侶都 蠻複雜的 台灣 有人說台灣女性很難交 就是 對 為什麼好像很多台灣女性 找不到 男朋友 然後很多台灣男人 找不到台灣女性 我不是在怪台灣女性 因為台灣男性自己也複雜 我現在只是在相對 就是 越南伴侶來講 台灣女孩子就是思想比較複雜 那 以越南的伴侶來講 驚恐就是思想很單純 而且 不只是那樣 我現在我會列出來都是 我真的有一些共同性 不是只是他個性而已 我才列 因為人也有人的個性 他們都比較單純 單純舉例來講 就是說 他們都很 都比較孝順 孝道對來講很重要 在我們台灣來講 這已經不是一個唯一或重要的價值 然後 很重是家人情感 然後 要努力存錢 對 那這個 當然我會覺得 跟他們移民在國外有關係 就是 存錢那件事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 然後 獨立 就是如果能獨立 要盡量獨立 所以你會看到 越南女性他們就一定要出去工作 那個出去工作 有人就是會認為說 因為台灣老公就是也不認真賺錢 所以女性只要出去工作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只是那樣 基本上越南女孩子只會 如果沒有小孩的牽絆 他們有機會 他們一定要出去工作 對他們來講 就是在家帶小孩這件事 就是 就是說好像不是一個 很 很 很 在台灣來講 可能就是 我就專心帶小孩 可是我覺得在他們的家 剛好不是這樣 就是 對他們來講工作 勞動是一個常態 那當然這也跟存錢有關 就是我自己工作 我有獨立的磨生能力 這是重要的 然後 然後 通常台灣伴侶的原生家庭都比較單純 至少我交往過是這樣 但是呢 越南女孩子的原生家庭通常都比較複雜 包括金黃在內 所以你們看一個對比 台灣伴侶思想複雜 原家人單純 越南伴侶思想單純 原家人複雜 有沒有 就是 就我自己 剛好發現了 那他們為什麼複雜呢 他們人口多 他們通常小孩子多 所以狀況也就多 然後呢 不是每一個都 通常每個家庭都會有一些黑羊 有沒有 就是每個家庭大概都會有一兩個有問題的 那因為他們人口多 那個比例就更高 他們黑羊的比例也蠻高的 那以金黃來講 他們兄弟姊妹裡面 姊妹都不錯 兄弟的問題很多 這個都造成某種原人家庭的負擔 然後他們對家來國外的新的那個姊妹啊 就會期待比較高嘛 因為經濟能力比較高 好像也地位比較高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常看到 越南姊妹在應付她的原生家庭 然後 最常被聽到是寄錢回去這件事嘛 那這也是常常被台灣人詬病的 你怎麼在這邊都一直要寄錢回去 可是他沒有想到說 不是他自己愛寄耶 就是 他們越南娘家那邊就是有一些狀況嘛 然後他們又有他們的孝順 或者說家人情感在 嘿 除非他們沒有這個部分 不然的話 就是他們就可以 如果他們沒有這個 他可以不管 但是他們有剛講那個部分在 這個部分也是台灣人比較 不太相信或不太注意的 因為這好像比較起來 台灣人比較不孝順 不壯的這樣的情感 當然這事實上也不是這樣 不能一概而論 可是就是比例上 我會覺得他們大部分的姊妹 這部分是蠻重啊 跟家庭的連結就是很強啊 就他們交到國外 然後尤其是交到國外 他們是相對娘家是一個比較強 比較有資源的 所以他們就會被期待比較高嘛 所以除了這個親民女性個性很硬 或者說他就真的比較無情 不然其實你很難都不管娘家的一些狀況 那常常就只能用錢解決 為什麼只能用錢解決 因為他人在台灣啊 不用錢解決又能怎樣 對不對 就是用 就是給他們錢 讓他們去看是生病啊 還是什麼 經濟上的問題 用錢去解決啊 那這個都很容易造成 他們在台灣附嫁的一些衝突 好 然後台灣的女孩子 我這樣好像在欺負台灣女孩子 可是我都盡量寫得很忠心 譬如說台灣 或者以我來講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台灣的伴侶就是 如果下廚房的話 那個廚藝大概是普通 一般這樣子 沒有不好 但是也就是一般這樣 但是越南伴侶不只金鴻 他們每一個 他們在租家的主食方面都很強 他們隨便煮都很厲害 金鴻他宣稱他在越南是不下廚人 因為都是他媽媽煮他姐妹煮 可是他在台灣的主食水準 我就覺得他是跟我媽差不多的 他其實有辦法隨便便就 一桌菜就出來這樣子 當然那個多樣性 有沒有煮到那麼厲害 是以為是 可是就是 這方面的屬意是很強的 然後那個 他們好像就是 基本上因為可能是農村出生嘛 所以他們要養什麼 種植物什麼都好像很容易 像我們很容易把植物養死 把動物養死 就這樣來講那個是很難的 你知道他們動不動 他們隨便種好像就是長得很好 然後金鴻自己也很自豪 像我們越在家旁邊菜園長得很好 然後他就會很開心 然後在那邊介紹他的植物 我相信如果我去種應該 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這部分我都很佩服 然後他會做一些事情 就是這樣 像縫 他不只會縫衣服 他還會用裁縫車 就是那個早期的那種 可能我媽在時期才會的 然後很會打掃 然後 比較動態 譬如說他為了踩水果 他可以爬樹爬到很高 去踩水果 所以以他那樣的形象 爬樹好像很奇怪 但是我看他爬樹是很習慣的 你看就是從小就在爬了 然後 像那個比較我們台灣沒有的技能 比如說划船 你看那邊他隨便划漏 對 然後明明那個船很窄 他也可以站在那邊 也不怕掉下去 我們如果上去一定要坐下來 他可以站在那邊划 欸 失分機裡面有 對 他跟他媽都很厲害 對我來講就是他們的技能 他們技能真的比我們強太多 這個已經不只是跟台灣女性比 跟台灣男性比都一樣 我都覺得 我都開玩笑說 我覺得他只差不會開飛機 那其他幾乎什麼都會 那我跟他比起來 我就真的是 所以我有時候有一點自卑感 跟他在一起 因為他實在各方面都很強 然後台灣女性大概 好朋友大部分就是同學同事 這也可以理解 因為我差不多也是 然後但是他們的好朋友 大部分就是社區 我臨裡面的姐妹 而且一起嫁來的 這個也是一個差異 然後有老 青紅蠻有老人跟小孩的緣的 這個就是跟 對這個好像也是不一定 台灣人也會 然後休閒事 我以前台灣女朋友休閒事都跟我差不多 看電影看日劇 大家一起坐在那邊可以 想看就去看看 對不對 看得很開心 或者在家看日劇看得很開心 但是我跟金黃在一起都沒有辦法 他做電視 他看電視 看久的話就 會打個睡 或沒辦法集中精神 只有一段時間 我們剛剛不知道 加一段時間 他有一段時間 在看民視八點檔 那個娘家 那樣的系列 他有一段時間有在看 但是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他怎麼 跟老人家一樣 那個我根本看就覺得 看很不耐煩 因為很脫細 然後 對隨時進來看都 有辦法接下去的那種 有沒有 對啊 我就覺得 你怎麼辦法看下去 然後金黃就說 因為他 對 好像隨時看都可以看得懂 也是一個他看的原因 對 他覺得不會很 很不容易看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 他們裡面一些情節有沒有 就是比較那種婆媳的啦 家庭衝突的 好像跟他自己在 成長過程裡面 有沒有 譬如他在八年 跟那個台灣夫家 那邊一些衝突啊 有時候比 民視八點檔裡面還精彩 對 他就會看到裡面 那個家裡面的人際鬥爭 是 曾經是 類似他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有影響 但是他實際 大概不到一年 他也看不下去了 所以後來 他就幾乎都不看電視了 對啊 那像我有時候還會開新聞來看 然後他對新聞也沒什麼興趣 他對新聞大概會看越南新聞 但是他對台灣新聞沒有什麼興趣 然後那個 所以 他們比較有興趣的是什麼 煮菜啦 煮家鄉會的東西 然後跟姐妹一起聊天 一起組一起聊天 然後唱歌 然後玩牌 然後玩那個 類似大家的那種遊戲 就是很像我們小時候那種 生活型態啦 這是很人際之間的 像我們可能都是透過網路在交朋友互動的 但是他們很人際 對我來講就是差別在這邊 這個不只是驚鴻 當然你也會看到他們在滑手機幹嘛 但是 但是他們人跟人的互相的接觸 互動還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幾乎都已經可以取代了 這個我覺得也是 我們跟他蠻不一樣的 然後 那我跟他有這些差異 就是尤其是 就是前後任對不對 就是那個台灣辦理跟越南辦理 有這些差異 那我跟他怎麼維持 那個關係 我覺得可能有兩點還蠻重要的 就是 經濟的部分 我們是蠻開放的 就是 基本上 家裡的財務可能 每一家都會有公庫跟私庫嘛 公有的跟私人的 那資方錢那種 那基本上我們彼此都知道 我們公庫有多少錢 然後各自的有多少錢 那我覺得很多台灣的 就是 一國婚姻的夫妻 不見得會 能夠這樣 那這部分是 我跟他在一起就這樣 因為其實經濟的東西 本來 就剛前面講的是 一個有敏感性的東西嘛 那他們的確是都有點比較重 那如果你這部分 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的開放的話 其實 就 就我覺得有時候會有 就容易有問題 因為 公庫就是我們一起共用的 我們可能是 生活會的 他如果知道公庫沒有錢的話 就算娘家有 需求要寄回去 他也會知道我們有困難 那除了他自己的私庫有錢 他用私庫寄回去 那當你這個東西不透明的時候 那 對方可能他希望你幫忙 但是你又不願意幫忙 那因為他不知道公庫沒有錢 很多台灣老公可能是面子問題 他不知道 沒有辦法跟他說他沒有錢 然後就可能會有衝突 但是我都會很攤開 讓他知道 我們就是沒有錢 不是我不想幫 沒有錢 那真的就沒有錢 對 然後有時候不用講金融自己也知道 對啊 對 然後安全感的部分 其實安全感大家都需要 台灣的夫妻 尤其台灣的女性也需要 但是在越南女性的部分 我必須強調他們安全感 是會比台灣女性需求更高的 大家可以理解嗎 因為他們娘家遠在1000公里之外 我們在這邊再怎麼樣 所以那個娘家是剛好跟你關係不好 不然就是有一個後盾在那邊 對不對 那所以對他們來講 現在這邊安全感很重要 就是 就是說 如果老公不在 到底他們 可以怎麼樣 我自己知道他很在意這件事 所以 對我來講 那個不動產這件事情 譬如說我們中古屋 我買了一個中古屋 那那個 就是說 如果說我怎麼樣的話 那個財產就會是他們的 就是他的 對不對 那這個不用特別立什麼契約 只要他跟我變成夫妻 雖然我不在就是他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 基本上我們沒有公開婚姻的儀式 我們其實沒有公開結婚 但是我們有去登記婚姻 因為我們都是二度婚姻嘛 我們那就是覺得不一定要再結一次婚 但是因為我剛剛講的安全感這個問題 我們就是有去登記 我們是夫妻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我們是夫妻 但是我們不像台灣那樣有 有個公開的結婚儀式 那 然後還有就是 我覺得安全感的重要是 獨立營生的能力嘛 我們剛剛有講 他們有弱能力要自己賺錢 自己獨 因為獨立性很重要 我自己也覺得 因為我們年紀都像他比較多嘛 很多台灣人都像他比較多 所以獨立營生的能力 是重要的 然後我會鼓勵他要去培養這個區塊 然後他自己也會 會那個 甚至他會很焦慮 因為他現在雖然會拍片 但是大家知道拍紀錄片沒辦法為生嘛 這個是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秘密啊 對啊 他本來以為紀錄片可以賺錢啊 可是我一開始看到紀錄片沒辦法賺錢 然後他慢慢也發現 紀錄片沒辦法賺錢 不要虧錢就好了 所以他自己就是 也會到處去打工有沒有 就是譬如說 戰艦快樂陌生人 就是去打工 去農村檢算頭的時候 認識他的移工朋友的 有人都說為了拍片才去臥底 才去認識他們 其實不是 是因為他去打工認識他們 然後才開始拍的 就跟認識新一名姐妹是類似 是一個生活裡面的過程 啊他為什麼會做那些事 因為他知道我的loading很重 他基本上他如果只是做志工 然後幫忙拍片 其實就是我一個人收入 我就是一個學校的收入 對啊 然後還要養 就是我們共同的那個 他前夫的小孩 所以他自己要盡量去打工 然後他其實有一段時間 他也想要去做 什麼果園的工作 菜園的工作 但是 呃 他最早 認識我之前 有在電鍍工廠工作過 那那個東西是蠻傷身體的 還有加油站他也做過 然後 後來就是在農村 我們那個環境 他只能做農業工作 也沒什麼收入啊 他就很辛苦 八小時可能還賺 賺不到八百塊 那邊沒有照勞機法的 在農村裡面 你們這邊還有照勞機法可以去告 在農村裡面勞工沒有啊 對啊 所以 所以這也是 坦白講這也是為什麼 後來會弄 越在家文化站的原因之一 因為我們 這種東西我們都是很公開的 就是說 基本上那是一個文化交流的中心 然後想要 讓新一民跟一公有一個 自然交流或休閒 還有跟台灣人的一個地方 因為那邊就是可以 就是有一個空間可以坐下來 然後也可以辦講座 也可以上一些陪地的課 但是那邊就是 他也弄了一個吧台 可以賣一些飲料 越南啤酒 越南咖啡 然後基本上在這個東西的收入就是 因為房租很低嘛 可以cover這個部分 然後可能他還有一點自己的收入 雖然很少 可是這個是一個比較穩定的 除非這個店關掉 這個跟他到處打工還是不太一樣的 他雖然有一些演講對不對 但是那是不穩定的 你不可能一期待一直有演講 所以就算有一陣子 他一個月可能有好幾場演講 忙得要命 他都還是沒有安全感 因為他自己知道這不是穩定的 所以他對這個東西他們 我覺得對這個部分他們 不只他 我覺得他們 越南女性都還滿重視的 我已經講完對那個 台灣伴侶對 那個異國伴侶的觀察 他以為怎麼要講 結果你跟我講的點來講 然後就是那個 那個 獨立事片的 那個 產事的部分對不對 這個部分就是 我剛剛已經有帶到一些了 如果說你們 在這部分有問題的話 其實 就問 然後我真的問題就回答好了 因為這個區塊講起來蠻大的 那個可以是另外一個獨立的題目 所以我今天重點可能還是比較是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然後 基本上我在異國婚姻的拍攝 還有我自己進入異國婚姻以後 我跟他們的相處 我的觀察跟體驗 因為這個是張登給我的主要的任務 我就先把這個部分先講到這裡 然後看到你們什麼問題 就針對你們問題回答了 我剛剛已經坦白了很多 我平常不會講的事 超坦白的 對 這個超過我的 你沒有聽過對不對 沒有聽過 通常不知道那個太島 就是他放完影片 然後講一些 理念性的 那時間不太可能太長 今天他從他小學起 其實不能開始講起我 我就覺得 哇這個 我非常驚訝 你們就聽聽當作好玩 沒有都錄影了 那以後就沒有了 那會被洗版 我不知道 說不定會被一直分享 不會 不會我們是什麼大任務 你才會被一直分享 不管 不管我現在 比如說你又是我的學長 又是金門的排長 又是金門的排長 我們到底差幾年啊 嗯 我六十年次 哦 那種差好多歲耶 嗯 可是你感覺比較年輕 嗯 那你還可以這麼奇怪 不容易 差了幾年 可是我也記得那個正大的那個 可是那時候已經在前門了 就是那個車子會開來 哦那時候比較 那時候已經快解嚴了吧 嗯 對 好 那我不占大家時間 那個 有沒有誰 想要再提出更 對 你們隨便問都沒關係 因為如果敏感的話 自己會censor 敏感我們就把它關掉 嗯 應該還好 我覺得我敏感的都講 你幾點 要走 還好啦 因為那個 我有伙伴會附送我 哈哈 開玩笑 來 誰 我純粹就是八卦 就是 八卦 裡面沒有講到說那個 就是 是什麼時候開始結婚 就是有講到離婚嘛 但是沒有講到結婚 然後那個 可是我跟台灣伴侶的結婚 對啊 金黃也是也沒有講到 什麼時候結婚 跟金黃的結婚 我不是 剛剛有提到嗎 我們根本沒有公開婚姻一次啊 對 就是什麼時候 哪一年開始在一起 2008年認識 2009年 正式在一起 所以就那時候去辦了結婚登記了 嗯 因為他要跟我一起 搬到嘉義住嘛 然後 又要給他安全感啊 所以是 你叫他去嘉義的時候 你們就去登記了 對 而且還有牽涉到說 我們 我收養了他 跟前夫生了小孩 剛剛那個小女孩就是嗎 對啊 對啊 就是他 好八卦喔 他叫雨貞 這也沒有很八卦 那確定年份 你很嚴謹喔 你確定年份而已 然後我 你說我離婚的那個婚姻 什麼時候離的嗎 什麼時候結的 什麼時候結的 在公共電視的時候結的 嗯 對 他也是 他也是那個 圈內人啦 所以我們在那時候結婚的 坦白講那幾年我覺得我 你看我四年之後八戶嘛 其實我那時候應該 我覺得我算蠻工作狂的 對 我覺得我沒有好好經營那個關係 所以我才說 然後我覺得 我說我的錯是除了說 欸 是我不忠實之外 還有就是說 我沒有好好經營婚件事 然後那個根源是 我 我整個就是 可能就是工作 整個思考都是工作 我沒有想到進入婚姻以後 這個伴侶的部分 也是一個重要的部分 我覺得我 我對婚姻件事 並沒有一個很好的認識 坦白說 欸 這個是很多台灣老公 我在異國婚姻裡面 也看到的 對 那時候你本來 有一個隱言就是說 因為那個 一直獨男校 然後對女性的那個 相處不夠多 然後要帶到婚姻 可是你沒有 你沒有帶到 就是你沒有講說 欸 那這關係到底是什麼 嗯 那因為 我我結婚的那個 結婚離婚那個對象是 比較後面的伴侶了 我自己經歷了幾個伴侶 然後就是一路跌跌撞撞的 欸 幾任我就不講了 就是一路跌跌撞撞就對了 欸 然後我覺得那個跌撞撞 還有你看 包括我到進入婚姻 我都好像還沒有好好的去 面對這個婚姻 然後去經營好這個關係 欸 所以前面跌撞撞好像也 沒有太大的 也 等於沒有成長就對了 然後我都覺得這個跟 對我會覺得如果說 我活高中之前 我就開始對女性 有比較多的認識 欸 因為我覺得我算是蠻晚開始 是 對我跟女性的相處 可以說是 我在男女朋友的交往裡面 齁 我一 我開始慢慢認識 喔 女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這樣欸 對 之前我覺得都是很 很空窗期的 因為都在學校裡面 欸 等於你在伴侶關係裡面 去認識女孩子 女人是怎麼樣的人 她跟我們有什麼 差異的時候 欸 那就變成某種 講那一點 就變成我們女朋友 變成我們的實驗 實驗對象 那除非我們自己 已經很清楚很好了 不然就很容易失敗啊 欸 那所以其實 所以我才說 前面那個東西 前面那段時期的那個 不人性的事情 是有關係的 然後我家又偏偏 全部男生啊 其實我媽是女生欸 我媽生了三個都是男孩子 然後我爸爸是比較大男人那種 然後家裡的事情 其實都我媽在做 然後我們都習以為常 我已經算裡面比較乖的 我會幫忙就是 倒垃圾 然後刷油漆的 欸 那其他的 他們幾乎都 根本是我們根本沒有概念 然後我在 我其實在我 我們自己 彰化醫生家庭 我們幾乎是沒有進過廚房的 我們都是吃媽媽現場的東西 我們連怎麼電鍋煮飯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媽媽也沒有教 我們也不知道要學 那這個都是我跟我 後來台灣女朋友的相處 然後因為比較女性平等 不等在那個 欸 才慢慢學到一些廚房裡面的技能 對啊 那所以這個都對我來講 就好像很感謝媽媽對我們的疼愛 但是其實我們後來在 異性的關係 伴侶的關係 這邊跌跌撞撞 其實這個 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在那個成長過程 這方面學的太少 除了那個性別的 還有就是一些 該有的的生活技能 欸 這個東西沒有其實也會有影響欸 欸 然後我想很多台灣男性是類似的 包括到現在可能都一樣 嗯 就是沒有像我們以前那麼嚴重而已 嗯 這樣回答你的問題嗎 是指說不夠體貼嗎 蛤 有回答到 欸 體貼喔 對啊 是指不夠體貼嗎 是說對女性的不了解 也不知道女生要什麼 然後不夠體貼 所以跌跌撞撞 體貼是還好 因為我這個人表面還蠻溫和的 對 所以我態度不會強勢 但是重點是我不懂 我不懂 我不懂女性思考 就是女性想 就是思考的一些 她們的一些眉角 跟我們男性的差異 然後有時候你可能覺得她是故意的 然後就是或者她是她自己的問題 然後就會有衝突 欸 這個是一直到現在 我聽我的朋友在分享的時候 都一樣存在的 欸 如果你就是生長在一個 就是 從老到大 那個異性的 喔 那個環境不夠完整的時候 我覺得都很容易會 會這樣 欸 所以我覺得也不是 夠不夠體貼的問題 嗯 態度上是還有 但是就是不懂 一個是不懂 人家的背後 就是那個講法背後的原因 很容易挫敗對方 那一個是生活技能的部分 通常女性還是比男生強 然後我們常常都是一個生活白癡 什麼都不會 尤其是我跟今晚相處更是這樣 雖然我已經經過一些前的女朋友的訓練了 我剛才比孩子常常 其實還是很白癡 我常被他罵 欸 就是動作不夠敏捷啦 或者說明明有些很明顯的事 就是做不好啊 對啊 那這個其實 如果那個伴侶 她沒有包攬你的話 其實她也很容易 她們覺得你沒用啊 對啊 除了有某種真愛在 不然這個就是不及格了嘛 對啊 因為他們越南男生很多 越南男生當然現在 有很多都是那種 有手好險不自愛的啊 但是越南男生基本上 如果正常的話 他們也都是手腳很俐落的 對 那跟我們台灣人比起來 對 可是我這樣講也不要是 我要強烈我不再講民主的差異喔 因為反正認為民主都是有好有壞 欸 就是台灣 台灣男生也有很多就是 就是 沒有我剛講的那些問題 人家手腳很俐落 我現在只是講我自己成長經驗接觸到的 呃我想要問就是 呃就是你在跟你太太相處的時候 會有文化上的矛盾嗎 就是例如過節啊 或是 呃拜祖先之類 會不會有一些衝突或是矛盾 嗯 比較信仰上的嗎 呃 宗教上的嗎 或是生活上的 生活上我剛剛也講啦 常被罵生活白痴 就是那些生活白痴的問題嘛 然後有一次他就自己做了 他覺得我 我做可能不夠好 包括那個拖地感到覺得說 會不得也不叫我們拖 因為他拖得比較乾淨 當然他也是有點潔癖的啦 可是至少我的拖地能力是比我女兒好 我女兒他是更不放心的 對對對 我等級還是有高一點的 對 這是一個舉例生活裡面的 然後你說比較文化的就是 其實 有一點台灣人不太知道的是說 他們的宗教大部分還是活教為主啊 只是說我們可能媽祖 媽祖是一個重要的神 那他們可能他們重要神是觀世音 可是基本上還是在一個比較佛教的脈絡 但是好像也不算是很正統的佛教啦 可是也不算是道教 他們也沒有那麼的複雜 所以你到他們 到他們民間廟裡面 就是很多都是 屬神都是觀世音這樣 那也因為跟我其實差不多 所以我們在台灣 就是在一些應該 那個該拜拜的一些節慶啊 他其實他比我還重視 只要鄰居的阿桑啊 阿姨也會提醒他 什麼時候要拜什麼 拜普渡啊拜什麼 他都一律遵守 他比我還積極 有時候我都想要偷懶算了 他如果人家只要 有時候因為他不一定知道 但是只要鄰居阿姨有講 他就一定要去傳來拜的 對吧 就像我媽一樣啦 我媽也是 只要重要決定都拜啦 這部分他是跟我媽一樣的 雖然他不是那麼完全了解台灣的這個重要文化 但是他是很重視的 跟神明的關係 我相信他們是很重視的喔 而且我就覺得他比我還前程多了 我覺得我是信仰而有 我是相信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但是我不確定他是馬祖或觀世宴 但是金龍就是很確定他就是觀世宴 所以人家就是前程很多 我還有一個問題是就是之前 就是我不太確定就是詳細的人 就是看到你有PO文就是在某一天的凌晨 然後好像因為就是有可能是 不知道是越南籍的朋友還是什麼 因為好像是因為工作上的問題 然後可能被打壓之類的 然後他就是牽扯到法律 然後會被抓這樣子 然後您跟老婆在半夜的時候去 好像去就是被是搶救之類的 然後我想問是就是 對於就是台灣保護可能性移民啊 或是移工之類的一些問題 或是他們後續像那個朋友可能後續 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你要講是不是大概哪一年啊 因為這種Case太多了 我們常常在做這種事 我看到的是就是一個月前還是 一個月前的最近喔 對對對一兩個月前 其實沒有很久的 對啊 因為有些事情我不見得都會寫在臉書上 因為有些事情寫也寫不清楚 就乾脆不寫了 對啊 其實就像這兩天我們 我們家才變成一個暫時的庇護所 就是有一個姐妹 她被老公趕出來 然後她老公不讓她拿走她的衣服 然後那姐妹要去別的地方 就是要去別的朋友家 那老公會警告別的朋友不要收容她 不然就給她好看 所以就變成我們家來收容她 因為我們比較不怕死 對啊 對啊 所以然後我們就也幫她去 就是打一一三 然後請社工來了解 就是請公權力也介入 然後開始去申請那個保護令 然後其實有時候在這個過程 好像我們在呼吸 可是同時也被人在學東西 因為我本來沒有想到 因為她老公之前有打她 可是這一次是把她趕出來沒有打她 我自己本來沒有想到說這樣也可以 因為一三比較是一個家暴方面的一個服務 我也沒有想到這個算家暴 可是那個一三的志工告訴我說 其實把太太趕出來這也算家暴 這是一種家暴 精神暴力 所以我們忘了精神暴力也是這種暴力 所以其實一樣可以申請保護令 那這樣的話就是 就算她在我們家住 她老公如果來找麻煩 因為已經在生意保護了 我們就可以叫警察一定要來 因為其實坦白講 她被趕出來 她有先去警察局 她想要報案 她其實只是想要請警察 朋友去把一路拿回來 但是那個警察就不敢 她的理由就是說 那個黃執司老公的 我陪你去到那邊 老公如果不讓我進去 我也沒辦法 有沒有 講解好像也蠻合理的 在法律上的確是那樣沒錯 但是我就覺得說 你起碼要有這個動作嘛 你起碼陪當事人去那邊 那 也許老公看在你 檢查局長面子上 就是 讓姐妹進去拿出來 拿了就走 或者說請你老公 還是誰 幫忙把衣服拿出來嘛 因為女生的衣服就是女生的衣服嘛 你不可能什麼 所有都是老公的財產嘛 對不對 你起碼叫老公拿出來嘛 我不盡你的方自己把 我的財產拿出來也可以吧 衣服是我的財產耶 可是警察有沒有想要這樣做 沒有 他就頂了一個那樣的理由 然後姐妹也不會 那時候驚恐 有些驚恐也沒有想到 要這樣去管駁她 我那時候 我有在外面 我回來聽他們講 他覺得說 這個警察真的是很 對啊 他太過消極被動了 他根本 感覺上他是沒有想要做這件事的理由嘛 不然這一點都不難啊 對啊 所以 所以就是 關於拿衣服這件事 你現在如果有申請一個保護令 那也許警察就會比較容易幫忙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在那邊到處謊話 威脅人家 不要幫他老婆 或者說來找我們麻煩 我們 我們如果找警 如果報案 警察都不能不處理 因為保護令的話是從法院發的 警察就比較不敢不管 只要從機構發的 出發動的東西 警察比較不敢不理 可是如果從新移民姐妹 你個別去戳住人 常都被用鋼那種方式對待 你不能說警察是 就是 很直接很故意怎麼樣 可是他就會理由很多 然後他姐妹沒辦法真的得到協助 這個是指一個例子 這很常發生 然後你說移工的 你講的是一個移工的部分嗎 我印象懂 可是我覺得那個 詳細的事是不是 對啊 移工的部分 因為這一陣子 因為拍移工的紀錄片 可是好像沒有 不是什麼救援的啦 沒有像新移民姐妹 我們其實我們家已經接 庇護過大概三個以上了 就是站著在我們家住的 就是類似那種 跟先生有衝突 然後站著沒地方住 移工的部分其實 他們目前面臨比較是法律問題 就是契約 那個 那個戶主的合約 就是 在越南寫的 跟在 中介給他越南一份 然後台灣一份 然後兩邊內容不一樣 工作內容跟薪水不一樣 那當他們 發現不一樣 想要 要求的時候 中介或者是翻譯 就跟他說 你就是照著做就對了 不然你就回去 這是目前最常出現的狀況 所以你知道忍氣吞聲啊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一個努力 是希望說 至少合約 這件事情你可能都要 以越南來講 你就是要有 約文版中文版 你兩邊 你兩種版本都要有 你才能確定內容有沒有一樣 那還有一個最基本的是 台灣人可能很難想像的 我們簽合約都知道 工作合約或者買東西 我們都知道一人一份嘛 對不對 如果 就是說我簽了 就是要簽一次兩份嘛 但是他們沒有那個概念耶 台灣中介 或越南中介一定知道 但是他們通常是只有一份 然後有時候是幾十頁幾百頁 然後簽了以後 就在中介那邊了 他們自己沒有一份 所以當有中介 當有那個移工朋友的part 就是其實前陣子就是有 有那個朋友來喝咖啡的時候來講 我剛講的那個case就是說 他們說怎麼越南的跟台灣公共不一樣 然後他們跟部署報應也沒有用 跟中介講也沒有用 我聽金融這樣講 我說你叫他 你可不可以叫他拍下來 或影音不能給我看 因為我是學法律 所以對我講我要看到東西嘛 我才有辦法去講啊 對 但是金融跟那個移工就沒有難色啊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一人一婚的概念 然後今天如果他 一開始就沒有的話 然後今天如果他跟中介要 或跟雇主要的話 就是他們就會擔心嘛 金融會覺得很難拿到那個 然後是因為移工如果開口的話 可能他就會被認為是要找麻煩的 你知道 本來那是我們的權力 結果要來看 他們會開始懷疑 然後他可能就會被弄回去了 對 對 你們知道就是說 他們來這邊工作 通常是三年嘛 很多人是借錢來的 如果他們太早被弄回去 錢沒有還還 不過我沒有賺到錢 是白來的 所以他們只有來到這邊 就是基本上叫忍耐的 對啊 這個跟那個新一民 嫁了老公 然後常為什麼 婚姻有問題 不趕快離婚 有沒有 人都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們有小孩啊 對啊 基本上都有某種把柄 在台灣人手上 一共這部分就是說 我如果想要真有錢 我可能會被送回去 因為那個決定 你可不可以留在台灣的權力 是在台灣人手上 啊 因為他們不能自由轉換雇主 這個很多台灣人不知道 他今天簽約來到這邊 就這邊了 如果今天有問題 我這個雇主不要你了 他是沒有機會向台灣人說 你不要我 那我再去 請台灣的政府媒合 或者再找別的雇主 沒有這個空間 他們只要再找別的雇主的話 就是要再付一些中介會 或者要再回去的 對啊 所以 所以你說 我現在只是舉一個 最明顯我覺得很不公義的例子 在移工這個部分 對啊 這個到目前都還沒有解決 我也還看不到那個希望 對 然後我們去 我們現在有一些法國基金會 他們也要我們去放片 我在一些場合我都會盡量講 而且我會請華吳金會要幫忙 至少 至少就是合約的部分 法律的部分 以他們專業 他們是不是能夠協助 如果移工有這方面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要能夠協助 幫移工爭取到一個權利 對 就是 然後現在這個可能要一個 類似法律服務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現在有在 就是說 下半年我們可能會推 就是說在台灣的一些點 有一個法律服務時間 然後移工如果說 他法律不懂或合約有問題 他可以跑來這邊 問或登記 然後我們請華吳律師在這邊 做義務自選 我們越在家想要做這件事 看參加時光不可以 我也跟台北的華吳總會談談看 因為這個點要多 如果點不多 他們也不見得知道可以來哪邊問 我們跟法復那邊合作過兩三年 你先講一下上面一號網 我有點那個 喝太多 你講一下這個部分 這怎麼好講 我沒有跟法復合作過 跟法務部法復合作過 不過很難 那個難的就在 我們在那邊辦法律講座 不是要講給台灣人聽 是要講給外籍公民 沒有人會來聽 沒有出事 大家都不在乎這個事 我們後來第二年第三年 拉到台北車站 就法復的律師 派律師跟我們一起坐在台北車站 那個地板上 就我們每個禮拜天 在台北車站地板 有那個圖書館 很多印尼移工會 那 效果 就基本上沒什麼效果 就是 有空跑來台北車站放假的 可能也還沒什麼法律問題 對 他通常都是碰到問題 然後就很著急 可是我們 接不太上 我不知道他們要做那個 我覺得實際效果會很有限 可是法服或者法務部 其實這幾年是還蠻有心要做這個事 都是他們主動要做這個事 那我們幫他策劃 然後也會收費 那是我們活下去的一個辦法 我們有一些策劃費 然後我們律師 當然要有錢 可是效果不是那麼好 我還沒有想出什麼比較好的辦法 不過看起來他們村子裡 那個問題比較多的樣子 哈哈哈哈 可是民雄這邊比較 比較 好 那個 他自己不擔心時間 我都要買意外 因為他要回家裡 還是 就因為有朋友 我們通常是 那個 麥克風會就 輪著傳下去 每個人都 會拿到 每個人都要拿到 那拿到可以不講 不講 就傳給別人 要不再重複一下 有什麼要問他嗎 還是更八卦的 更辛辣的 還是也沒有 就幫他回去 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我第一張 因為我第一張 因為我平常住日本 所以其實我有很多資訊 比較豐富 不是比較 非常豐富 非常豐富 那我今天是第一次聽到 那我從中聽說 也有就是好像有拍攝 逃跑外勞相關的事情 那很想要請教 就是說 拍攝過程裡面 你有什麼 就是想法 還有 你認為這個 逃跑外勞一些 比較重要的課題在哪 我們現在台灣的 需要去面對這些事情的課題 所以你沒有看過 再見可愛陌生人 對 對不起 因為我平常在日本 我是剛回來 今天好像第三天還是第四天 我已經搞不清楚了 了解 對 如果你有興趣我可以分享給你看 我真的非常想 你特別關注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 我同時在日本 做研究 我在日本做外國人 然後 對 然後一面工作 一面在寫我的博士論文 對 那我的研究題目 會從逃跑外勞這裡 做切口 是日本的逃跑外勞嗎 不是 台灣 那是在日本做台灣的逃跑外勞研究 對 這樣好做嗎 不好做 那你為什麼不做日本的現象 因為日本人 他會做的比我更好 這是一個取捨的問題 對 也是啦 不過日本應該也比較沒有什麼逃跑外勞吧 很多 是嗎 也是很多 首先應該說他們沒有正式的外勞 還沒有非常正式的外勞 就是變相外勞 然後他們有所謂的外國人研修生 那逃跑的研修生 對對對 還有留學生非常多 他們用什麼類似公讀實習生的名義 再用外勞對不對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大概了解 而且他們是國對國的引進 他們沒有 不用透過仲介的 要 其實也是有 可是他們那個仲介好像是說是語言的 教他們 他們要有一個語言的門檻才能進來對不對 日本跟韓國都這樣 其實這有點複雜 如果您是指那個所謂實習生的這一部分 他們是透過叫組合 就是非營利 但是事實上都是營利 那其實也是仲介組織 對 其實就是跟仲介組織 對 其實不可能非營利的 表面上是非營利的 其實還是有營利 一定是要營利的 對 了解 所以你要解釋說台灣的逃跑 對 台灣的逃跑 我還沒有看過您的片子 但是我非常想要 我 就有哪些問題點的 我剛才已經講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點 對啊 我剛才已經講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點 他們不能自由轉換雇主 對 對啊 那這件事情 它這個有點像是一個緊箍咒 就是說 你跟雇主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也沒有辦法走 然後 就是說還有一個就是仲介會 目前就是 我認為 就是那個合約的問題是一個 那還有就是仲介會過高 尤其是在越南這個區塊 就是說合約寫的是一件事 然後呢 他們實際收的又一定一件事 然後超收的部分當然不可能開收據 所以台灣官方就會說 我沒有證據中介超收 所以他也沒辦法去查 他也不會認真查 因為這種東西都講究證據的嘛 所以它就會變成有點類似羅生門 或者說官方比較可以推脫的一個借口 對啊 那他們就是在變成非合法之後 就是您對他們的了解 我們片子就在拍這些淘寶在外面在幹嘛 但是我們的區塊比較是農業外勞 他們有的是工廠 有本來在工廠 有的是在養護機構 或者家庭做康布 然後就是因為一些不同 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某些問題就是離開了 然後基本上台灣的農村蠻需要勞動力的 大家也知道一些中南部 現在都靠老人家了啦 就是我們村裡面一些阿伯跟阿姨在稱 年輕人大部分不會在那邊嘛 大家可以理解 所以其實外勞是一個蠻重要的補充性勞力 講白點是這樣 因為台灣人有時候 我覺得目前台灣人還有很多人對移工的看待 就是說他是替代新的外勞 他是要搶台灣人的工作的 可是明明就不是 再早期也許有可能 在現在明明他就是普通性的勞力 普通性就是說 他做的一些工作是台灣人不做 不想做 或者沒有能力做的 對啊 農村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因為年輕人除了做什麼有機農業有沒有 少數人會回來 來從業但是那是少數阿 那可是你那些 就是說種水果啦 種稻子那些明明就是需要勞力 而且那個是 就是花的時間還蠻多的 那目前都靠老人家 然後 我們拍的主角就是有在 有在那個平地農村幫忙撿蒜頭 沖蒜頭撿蒜頭 那也有在那個 中部的山區 我們不是吃很 我們不是有很多那種高山的高麗菜有沒有 你們大概知道在哪裡嗎 對 那些種高麗菜的地方 就是他們目前所在很多的地方 這其實是公開的秘密 因為那邊就是 他們如果去打工 他們可以拿現金 一天可能至少一千塊左右 會比在平地來的好一些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非常勞力密集的 一旦忘記的時候非常辛苦了 你從晚上之後要找白天這樣 我們片子裡面有拍到 晚上在那邊拼命砍高麗菜 然後甚至好一點也許可以到兩千三千 雖然說不是每天這樣 只是忘記能夠賺到 那對來講已經比在工廠好太多了 所以很多人會 就變成說他們會口耳相傳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跑出來 然後你要趕快賺多一點錢 還債或者多賺一點錢帶回去 那邊是一個蠻好的地方 然後那邊當然雇主也是有好有壞 但是因為那些農業雇主基本上需要這些移工 所以不敢對他們太壞 大部分都是還是不錯 可是他們每一段時間 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警察 專情隊的警察上來要抓他們 為了他們的業績 那當警察上來要抓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要躲到山裡面去 訂工廠然後躲在裡面這樣子 片子裡面都有拍 然後就變成說 他們在做台灣人不願意做這個區塊 而且我們在吃他們的青骨財 種跟財的高麗菜 然後我們一邊派警察上去抓他們 然後他就要躲給他們追 然後有的因為 因為躲著他們追 可能還跌到山下面 跌到他們的腿或上面的都有 對啊 這個就是我們在法文山上 快找他們跟我們講的 他說我們很辛苦 然後我們又沒有做壞事 警察還會警察追 他們就是 就是說那個 他那個講話我真的覺得 我完全沒有話講 這是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單一來講警察在盡他的職責 對不對 然後他們在那邊打工賺錢 然後其實山上的派出所也知道 他們就是在 就是離家背影 山上的派出所 因為有的那個公寮 有的那個遺忘都住在派出對面 但是警察 但是 但是我們問他們的時候 他們說警察跟他們 派出所也會跟他們說 我們知道你們很辛苦 你們在那邊就是工作 要賺錢的 如果你們不要 沒有什麼狀況 我們不會抓你們 你們放心 山上的警察跟他們有默契 但是 山下的移民主戰一隊的警察 為了他們的業績 要上來抓 對啊 而且常常是跨縣市的 南投本身的 可能不見得上來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為了業績 這非常明顯啊 就你整個現象你放大來看 這是很不公義的 你如果個別來看好像還好 你整個來看是一個很不公義的事情 對啊 就是我們不要說 一直要講我們正義正義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就很不公平了 不要講公義 很不公平的一件事 我們吃人家採了東西 然後還要抓 抓他們 然後他跑你之間 他可能要跌斷腿或者甚至死掉 天下哪有這種事 這非常奇怪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是 我們片子的一個重點 如果你問我們片子有什麼重點的話 其實就是要讓大家看到他們比較任性的一面 他們就是跟我們一樣是很平常的 老百姓 然後他們今天來這邊一向背景 就是說他們是 其實在台灣賺錢比較快 因為他們在越南本土那個薪資水平很低 就跟大陸的一些比較邊緣的省分一樣 他們在這邊坐一個月會抵他們那邊坐三個月 因為很多台灣人都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邊的環境惡劣他們還要來這邊 就是講白點他們是有點賭博心態來的 只要他們能夠順利打工成功的話 一個月抵三個月嘛 那三年也不少錢 可是就是沒有 很多的不順利不是像他們 他們本來沒有辦法想到嘛 因為剛剛講的合約的問題 或者是中介剝削的問題 還有警察 還有警察 跑回警察追的問題 因為跑出來後才知道警察會追那麼勤嘛 對啊 這個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啊 對啊 所以對我來講就是 我們想讓大家看到說 他們其實跟我們一樣都是頭腦正常 四肢健全的人 然後他們就跟我們早年 去日本去美國的 我們以前的那個 那個父母那一輩一樣 我們台灣早點比較差 會去外面打工 其實一樣的狀況而已 然後人家沒有 人家不是真的弱勢者 人家身心很健全 因為我們有時候把他 新移民跟移工定位成弱勢者 然後我們就是要幫助他們要怎樣 其實你拍他 就是我們拍他們過程裡面 我們都讓他們露臉 通常這種片子 因為要保護他們等到上來來課 可是我們就是一開始就決定 我們一定要露臉 我們頂多在小眾播 我們不要公開播 因為要保護他們 可是一定要露臉 因為這是一種尊嚴 他們不是弱勢者 他們是在我們的結構裡面變弱勢者的 是我們的制度跟結構 讓他們變成弱勢者 然後他們不用同情 他們只要同理就好了 因為他們不是弱勢者 你同理他們幹嘛 他們不需要你們監權啊 對不對 他就有點像我以前拍公昌啟示錄 因為公昌其實 那時候台北市政府跟公昌 他們一個如來如去的很大恩 陪瑞市政府陳水平 因為幾千萬給他們做那個什麼 就轉業金 可是公昌他們就是不要 然後中產階級跟台北市都覺得很奇怪 我給你錢你為什麼不要 可是重點是公昌想要自己賺嘛 他們從以前年輕出賣身體 出賣勞力 為了自己家庭 然後他們就是靠自己支持其力啊 他們如果說想要去當乞丐去要錢 然後他們就不會走這一行 就更辛苦的行業啦 那其實移工的心態是類似的 他並不需要台灣很多同行 或者說你怎麼捐款給他什麼的 他們只要他們做多少 比如說他們做多久了 做多少沒關係 你盡量就是他盡量做 就是移工很喜歡加班 但是台灣人不喜歡加班 因為這樣 他們對外來講他們就是要來吃苦的 但是他們吃的苦要能夠得到代價 這個已經很辛苦 你不要再剝削我 我如果可以賺三百塊 一個三百塊 你不要讓我只剩一百塊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人之常情嘛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會希望台灣觀眾可以看到 他們跟我們一樣是人 然後他們爭取的只是一個公平的對待 你不要剝削他的錢 那你在制度上可會合理一點 每個七月可不可以中一個文都有 然後你可不可以不要 就是當他們有問題的時候 你看有什麼機制可以讓他們換雇主 而不是要他們回去讓中間再賺一次 類似這種東西 然後我們講了一些的根源 很重要就是說語文語言能力 這個是我們這次應該是我開始巡演之後 我越來越體會到的 因為我自己也拍過新移民嘛 我就越來越體會到一件事 就是新移民的中文能力有一定的水準 因為他們要生養我們的小孩 對不對 但是移工的中文能力沒有到新移民的水準 大家也可以理解 可是這中文能力沒有到一定的水準 是會影響到他們權益被剝削 或者他們不知道怎麼捍衛自己權益的 我們剛剛講的那幾點不合理 都也跟他們自己沒辦法捍衛自己的權益有關 因為他們不懂 不懂中文 然後不肯懂我們的法律 那再加上他們有把柄在肚子 在眾業身上 那不變弱視者也沒辦法 如果我們在那個結構裡面一定是弱視者嘛 但是我們害他們的 所以我現在講了幾個法律輔助的部分 讓他們有機會去處理企業不公平的問題 然後中文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未來可以像對新移民一樣 有一些中文的學習的服務 只要他們願意撥時間出來 那他們要撥時間會比新移民更難 因為他們工作時間很長 但是只要有人有這個需求 我們NGO團體應該盡量想辦法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更直接保護他們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 就是給他自己有這個辨識能力 而不是都要靠別人幫他解釋 那我們目前我們在那邊其實 對啊 我覺得有些移工是有這個需求的 可是現在就是那個資源上 你如果說你要幫他們開班還是要支援 可是 像新移民的話可能移民處願意撥錢 然後 教育部什麼的 但是移工這部分我還沒有聽說 這個教育資源可能沒有部門願意給 那不肯大家都做移工啊 對不對 像這個部分怎麼辦 移工的中文教育 因為他們比較先進 做經允比較久 所以搞不好他們已經有想法了 我們之前有要做 對 你們多少也在做對不對 剛剛說台灣人在學嘛 台灣人在學 我們平常 我們三樓的班都是台灣人來學的 對啊 東南亞語 我們一開始就想教外籍朋友 中文 中文 可是的確是很難 對對我會很好奇 他就是來不了 你們想做但是他們來不了 然後他們也不是不想吧 他想啊 可是他 時間上 他只有哪一天可以來 哪一天可以 要把他們出來想困難對不對 太難了 我們那時候老師是志工 他願意來教 可是現在還是有啦 像我今天下午在那邊碰到那個 福大 福大有 叫做 文 文 叫做文文 他們那邊 因為福大旁邊是工業區 嗯 新莊那邊夠多勞工 有印尼的 有月 其實他們如果可以去福大上課 對 他當時又可以上 然後教的就是一些中文式的學生 然後老師帶著 所以到底有沒有 有有有 那邊有 因為南學生有一百個 是移工嗎 移工 哇那就不錯 對 因為之前桃園也有 桃園也有姐妹打給我們說 桃園也有移工有這個需求 然後 我們幫忙找場地這樣 桃園跟台北京 都有 那福大那邊是有穩定的師資 已經有了 因為學生的 因為是一個社團 這邊有福大的嗎 你覺得 他們叫文府 有一個張 張聖義老師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最難的就是 怎麼樣讓這些移工 願意來 你要他們像移民這樣整批來上過 我就很難 可能比較可能是一對一的吧 哇一對一那個 老師的成本就更大 是啊 對啊 所以 所以 你也沒有 你也無解是不是 無解 連他都無解 那當然沒辦法 如果你願意當那個 一對一的志工 你可以來 公開說 我願意跟語言交換 可是現在你看那個 線上英文的學習 很多都是線上的 然後就是一對一的啊 那我覺得這個 如果公務門願意的話 你投入資源 讓台灣的志工 可以跟移工 透過手機 因為他所謂都會有 智慧手機一對一上課啊 然後一次五十分鐘 因為我現在女兒 大概一個禮拜有兩次 再上那個海福特 就是每次五十分鐘啊 然後就是一個菲律賓的老師 在跟我女兒講英文啊 所以技術上我覺得不是不可能 重點是要有資源 因為他是一個商業機構 他可以做這樣的事 但是我們不是商業機構嘛 但是這一次如果公務門覺得重要 他就要投資源進來啊 不能什麼都要我們很窮的人去做 所以技術上我認為是可能的喔 一對一是可能的 在技術 在這個網路時代是可能的 那就是資源上不可能 對不對 沒有台灣有那個新住民 什麼發展基金 一些新住民 那是不關過外籍勞工的 那外籍勞工的錢 其實有一筆很大的錢 就要去進 就要去進 不知道多少億了 可是那個錢就 他不準備要給外籍 那個人來做什麼 檢舉獎金 台灣台籍的 那個 是不是保護台灣勞工是一個說法 有沒有怎麼保護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很具體 檢舉外勞的獎金 從那邊來的 給檢舉的台灣人 跟檢舉 跟抓到的台灣警察獎金 從那邊來的 對 獎金不少啊 獎金有 還好 聽說五千塊 抓一個 可是那個 就業安定基金很多 一個五千塊也不少耶 就業安定基金 那個雇主是 一個月要繳兩千塊 他要繳好多錢耶 所以你比蠻大的錢 一個外籍勞工你要繳兩千塊 台灣有七十 還六十五萬合法的外籍勞工 目前有多少 幾例對不對 你就成嘛 應該有 一個月六十五萬人 成兩千塊 這是一個月 這樣已經超過我的數學成績 我覺得一直都沒有用在 外籍勞工身上 因為連勞動部的一些報告書 譬如說他每一年都會做這個 外籍勞工管理運用的調查報告 這個時候他就很普通 但是他只做了兩次 針對對外籍勞工做的調查 而且他很聲明說 這一部分是從就業安定費取出來的 就變成說好像 他做一些數據的調查而已 他沒有真的服務 而且他很少做 現在重點是 那個就業安定基金 這件事情 這個基金的邏輯 他說要保護台灣勞工 對不對 保護勞工的就業 但是其實這個我覺得 只是一個說法而已 因為不管怎樣 我們就需要補充性的勞力 我們今天沒有在取 他們沒有在取代台灣勞工 所以是我們需要這些 普通勞力 我們要給人家一定的權益服務 那你雇主交了這筆錢 我覺得有一些用在移工身上 是應該說得上的 理所當然 我覺得是理所當然 對不對 在路上這個很簡單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部分他不會被修正 我覺得這就是現在整個很弔詭 就是被這些移工 不管其實在台灣 在日本都一樣 大家都說 這個要保護本國的工作 對啊 都是這樣講 那日本也是一樣 其實日本現在農業 食品加工什麼 都需要外國人 所以我常常都取笑說 大家都喔 日本的東西安全 那誰做的呢 外國人做非常多 那同樣 剛剛講的這個教育的問題 日語的教育問題 也是同樣的 那只是我覺得 日本跟台灣有點不一樣 就是他們這些日語教育 都是比較 就是當地的國際交流中心 就是市政 就是我們說的 市工所的一個派出來的組織 然後他們招義工 然後來交日 那只是那也有一個問題 剛剛講說 譬如說福大 這時候是專業的人才嘛 那通常你說會有閒 有錢去做那種市的交流活動 通常都是比較老年的人 反正閒閒的沒有事 那我就去做點好事這樣 所以那個教授日語的品質 就是還是不夠這樣子 也是同樣這樣的問題 了解就是有在做 但是 可是至少也是有人在做 但是 都不是一個制度性的東西 不是一個普遍性的嘛 對啊 我自己都會有點陰謀論的 在想這件事 因為或者說是洋魔啦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對移工這個區塊 會這麼的視而不見 是因為目前這樣的一個做法 這樣的結構 是對台灣人最有利的 對 我們如果真的好好的去處理 讓他們權益得到保障的話 對台灣人不利 你們自己想一下嘛 他們懂了更多的中文 然後看知道核業看得懂了 怎麼防自己的權益 那可能跟固執有 argue也會變多 勞動部的事情也會變多 然後可能一些人權問題也會更容易拋出來 對政府形象還不好 對啊 這陰謀還是陽謀 對啊 這是 台灣人是共識的 對啊 然後 然後 那個 仲介會這件事情 叫做仲介操縮這件事情啊 基本上 你說沒有證據 可是我們如果再打擊人口患孕 或者那種 譬如說 就是好像跨國的販毒 或人口患孕的這個部分 台灣警察是有辦法做到的 你有時候聽說他們破壞一些什麼 販毒集團有沒有 人口患孕集團 因為那個東西很嚴重嘛 所以 那種透過監聽還是透過什麼方式 去打擊這種犯罪集團是做得到的 然後這樣是跨國的 那我們現在講的那個 這個仲介操縮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某種跨國犯罪 我講白一點那個本質是沒有 那個犯罪是說 他雖然不是算刑法的 但是他至少在民法上是犯罪 你要收多少錢 你給人家不一樣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東西就是 就是說其實加起來是一個很大的利益啊 那個其實也是某種跨國犯罪 但是我們不會把我們的那個 就是打擊換 就是那個 深查犯罪人 剛講的那種技術 放到這邊來 我就覺得如果你願意去查這些東西 應該還是有辦法查到證據 我覺得那個不是困難的 那重點是 如果說真的 認真去查了 然後打擊了很多仲介 然後讓他們關門什麼的話 有可能那個行政部門會有壓力 因為這些仲介公司 很多背後的老闆 是政治人物 然後那個仲介 其實他們越南仲介超收的錢 有一半是要分給台灣仲介的 那台灣仲介包哪些紅包給 台灣對象 包括一些養護機構 我聽說他們都有說 那越南仲介這邊是一定要包給越南政府官員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他們會收很高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 一個蠻大的利益 然後 如果這個東西打擊的話 就是說 我覺得行政部門會有壓力 因為有些 那個壓力團體 他可能會透過立法部門 給行政 給行政部門施壓 就是說如果你認真查的話 行政部門的壓力可能會很大 然後現在目前這種不清不楚 反正說沒有證據的狀態 其實 那個好處就是說 反正抱怨的就是 受不了人就跑出去嘛 對不對 受不了人就跑出去 變成像我剛剛講 我們台南農業移工那邊 那我們農村就需要移工嘛 就讓他們去做 對啊 然後 如果人太多 我們就抓一抓 控制在一定的人數就好了 對啊 不要太多的 不要多到就是 農村的阿姨阿伯會抱怨這樣子 因為我們就需要 我們其實農村也需要這種普通的辛勞力 我覺得是有某種好像 默契存在那邊 一個精緻在那邊 對 所以你如果說你認真去執行的話 就是 會問題會很大 然後你如果農業 因為有人說農業外勞 就 你為什麼不開放農業外勞 對不對 就也是一個解決方式啊 對啊 但是你在目前的產 就是目前的那個 目前主要是營造業 跟製造業有外勞 你在目前這個區塊 你都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都沒有辦法處理好了 你又多開放農業這一塊 對啊 農業這一塊是沒有適用勞基法的 我們剛剛講的那兩個區塊 還夠大部分適用勞基法 對不對 那 然後現在你看什麼 公時的問題有沒有 一粒一休的問題 如果你讓移工 更多適用勞基法 然後大老闆可能也要忘了叫了 而且農業這個區塊 本來他們公時就比較難 像工廠那樣去計算 所以我在講 如果是這種問題 我想一想就覺得 哇這個真的是 很頭到 我還是不要開放算了 就讓他們用逃跑的型態去服務 服務我們的農業圈就好了 這一塊 日本他這個外國人實習生 他是有開放農業的 反而也許台灣這一塊 可以來看日本他是怎麼做的 他是有農業的外國人實習生 我知道 我上次前天好像看到一個報道 但是好像那個剝削問題也蠻嚴重 也是很嚴重 因為他們的勞動條件還有報酬 對 沒有錯 可是至少他是有機制的 他是放在勞基法裡面 他有最低工資的保障的 就不會像現在台灣的 比如說家庭看護 或是家庭幫憂 他不能納入勞基法 那反而是完全都納入勞基法 他剛剛講的重點 台灣不管是本國或外國康護 是沒有勞基法的 然後可是還有一個不公平 是本國康護好像可以有 本國的社會的喘息呼呼 外國康護是不行的 外國康護永遠在那邊Standmine 這又是另外一種不公平 然後 然後所以你會常看到台灣雇主在那邊抱怨 這個外國康護好像不夠盡心盡力 那因為他的概念就是他應該24腳Standmine 可是換回來我們講 你真的有辦法 你自己做你有辦法24腳Standmine嗎 對啊 我覺得我們 對我常常那個 在漁工的部分我常常都講說 最終的話 那個問題是出在兩個點嘛 一個點就是民族種族歧視 一個點就是階級歧視啊 對啊 因為這 因為如果說今天是對本國的 本國的移工你大概不敢到那種程度 因為種族跟我們一樣 那你今天如果都外國的白臉 你大概也不會像你那種程度 因為他是白臉 今天剛好是東南亞 這個種族我們基本上是看不起的 就從新移民身上就知道了 因為他們比較窮 或者說文化 我們不了解人家文化覺得人家很差 不只是窮的問題 我覺得他也不了解覺得人家很差 就是 就是在東南亞這個 就是東南亞本來就是我們比較親自的一個族群 然後 階級歧視的部分其實台灣也沒有很好啊 我們基本上還是白臉 就是白臉還是值得被尊重的 這個是本國也一樣嘛 本國藍領也過得很辛苦啊 對啊 這不是只是東南亞 他們是雙重嘛 他們在總處跟階級上都是 我就說有時候是階級跟結構上變弱勢啊 就是這樣啊 剛剛這兩個軸線也很重要 所以 所以 我剛剛講的那個陽模陰模那個東西 是 那當然是會有一點 把這個現象做一個比較陰謀論的講法 可是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實際的是 為什麼公部門不會認真去做這個區塊 我想很多人應該 我講一講你們就會想到 就是因為 目前我們是一個選舉政治的一個國家 所以你們應該想到 再怎麼樣你有投票權 我才會在意你 那我目前講的所有弱勢族群裡面 所有人都有投票權 就算是 票數不多 但是 唯有 移工是沒有投票權 那他們沒有投票權這件事 這也不能說我們故意欺負他們 因為他們是三年一次嘛 對 也的確他們不能有投票權 可是 所以他們受欺壓這個嚴重 那今天除非說 在移工跟移民政策之間可以有一個轉換 因為其實現在最常開放到12年了 你起碼就是移工移民政策 你要一個比較高層次的一個思考 然後你讓移工也可以變成移民 是一個正常的 就是說這些移工有可能未來是我們的移民 也就是說他們未來是可以拿到投票權的 目前是沒有這樣的思考或機制存在的 我覺得唯有這個部分也打通 我不讓我覺得移工在政治上 他就是不會被重視的 因為他沒有選票 那 然後就只能靠台灣公民 有良心的台灣公民像張正這樣 對 還有像你們 所以我們其實前幾年在推移工的投票權 這也不是我推的 是那個白梢刷公 那個鞏油倩他們很早就在做 可是他沒有台灣國籍怎麼有辦法投票權 這個就是厲害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日本人有沒有 那個鞏油倩是說義大利 所以歐洲國家是有 他可能沒有完整的公民權 你來這邊 他說留學生也有 你來這邊半年之後 你就可以選某一個層級的 的 就留學生跟移工都可以喔 那只有義大利才有這樣吧 太先進的國家 我也沒有去研究 可是我覺得是通的 邏輯上應該也是可以 因為前幾年其實我也會談這一個 就是怎麼樣去真正翻轉移工的處境 因為台灣就很政治嘛 因為我們很喜歡投票 對啊 所以要讓這些移工有投票權 他們才有可能 因為我們在那邊吵來吵去 就是我們同溫層級 來講開心而已 對啊 可是如果他們有一點點投票權 比如說他不能選總統 因為他不是中華民國國民 但是 選民意代表 他可不可以選里長 我就每次說那些看護工 他對我們那個理比我們要 你是說投票給里長 還是自己出來選里長 先投票選里長 先還沒有 先不敢韓被選里長 可是他應該有投票權嘛 他選那個鄉鎮代表 他就在那邊工作 我明明就知道 這是水溝啊 什麼路燈啊 那至少里長會幫他講話 對 里長到時候 到時候去拜票的時候 就不會看到 你是外老跳過 那就每一個都會握手 然後也許就可以說兩句話 那慢慢被翻轉 不過這個圓頭其實就 很難嘛 你看連你都沒聽過 那要修選罷法之類的吧 這個 對 可能叫修選罷法 就是滿基本的法律 可是我覺得 從這一點打是有道理 因為 是可以 可能那個任督二賣就通 可是坦白講 我有時候覺得像 尤謙他們 他們那個又太 他們的邏輯OK 但是我覺得他們有時候 太理想化了 就是說 那個邏輯上可以 但是那個東西太遙遠 以我們國家的政治難度來講 他太高了 對 因為那個要修的話 搞不好要修到憲法層次也不一定 對 對 不過我剛剛那樣講 好像也沒什麼幫助 這是好像跟悲觀而已 因為他們真的沒有投票權 至少他講了一個解方 可是至少 因為很多台灣人沒有想到這一點 我講這個其實不是說 我會解 而是至少台灣人要想到這一點 他們沒有投票選 然後他們會扁認弱勢者這件事 所以他們需要的協助是 我們如果不主動 他們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 社會運動裡面說 我們就是 弱勢者自己要有主體性 自己要站出來 不然我們在旁邊怎樣也沒有用 我們要鼓勵他們的主體性 但是這些移工有主體性也沒有用 因為他們沒有政治力量 對啊 所以他們是蠻特殊的一個主權 可是他們對台灣又明明有貢獻 這就是目前我覺得蠻糾結的地方 所以明年又會 我們出去講的時候 會講這個題 明年又是選舉 所以 不是就是我們在宣傳 宣傳就是有機會跟人家談了之後 就會特別再談這一塊 其實每年都有談 客觀只有選舉之後 我們也談 對 可是我們都只能說 大家要關注他們 有投票權 就是談說他們應該有投票權 或者說怎麼樣讓他們有參政權 對 就是參政權 就是不完整的參政權也沒關係 部分的參政權 部分的 懸到里長 縣議員什麼 只要有一點點突破 我覺得那個就是 那是零按一之間的差別 是 是 各位有沒有什麼更好的解放 我們可以 因為那個嘛 就可以記錄下來 因為我們頭腦不是很好 我只是想要分享一下說 因為我之前在韓國待過一陣子 剛剛有一些 韓國的移工朋友 然後就是下一站韓國 韓國也是有所謂的階級歧視跟種族歧視 但是我覺得韓國的政府 有一點做得很好的是 他們會撥一筆政府撥一筆預算 配上他們韓國本身就是很根深底固的教會力量 所以他們在韓國很多地方 他們有設立一個叫做外國人服務中心 那外國人服務中心的這一塊 他可能服務的第一 他服務的對象 主要是新移民移工 包括就是甚至是在韓國工作的外國白領 只要你符合外國人的這個身份 然後你就可以去那邊學 到那邊到我那時候在那邊接觸到的是 學語言已經是很基礎的東西 他們甚至還開設很多專業性的客人說 包括就是教你怎麼開車 或者是那種重訓的就是那種重機械 配組叫教會對不對 對然後但是因為他們可以做得這麼 他們因為政府的錢好像不夠 所以主要是教會 他們真的花了很多錢 所以他們提供了師資 不是說義工 他們是已經到了就是 像我當初有去那邊聽課 然後就是真正去教書的師資 他是在學校教韓文的老師 那所謂就是真的比較有時間 他們是所謂有一個輔導時間 他們就是在上課之前 你可以去問這一些韓國人事情 那他們甚至也有就是固定有一些櫃台 是讓這些需要幫忙的移工朋友去詢問的 他們已經做到就是 我有些朋友他們真的有遇到一些就是 可能被剝削的問題 他們他們是知道說當他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們可以去哪裡詢問 然後韓國也是三年也是三年遺患嘛 但是他們是說我覺得韓國的好處是說 他們可以去選擇雇主 但是他們去規範的地方是在於說 如果每一次移工他換一次公司 假設說他今天生理進來的是A公司 他們也是有經過語言門檻 那進來之後他是可能在A工廠工作 他覺得我在這個工廠工作 我有時候我被這個主管剝削 他可以停離職 他離職之後換到B工廠 可是他這樣子會變成說他如果常常去換工作 他是用我怎麼去延長你在韓國的滯留期限 就是那個延簽的那個年限 他以這個作為門檻 如果你換工作換得很平凡的話 那你這個人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們在於你下次要去延長簽證的時候 他們會列入考量他不會給你那麼長的簽證 這機制還不錯啊 他們我覺得他們這幾塊做得不錯 包括說我那時候在外國人服務中心的時候 因為在韓國的就是有一些雇主的剝削期還滿 甚至還有出現過那個移工被毆打致死的一些情況 那他們勞動部想出來的一個方式是說 他們直接到外國人服務中心裡面去發傳單 就是他們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去寫 那告訴他們說我們現在要站出來幫助你們 那如果你覺得你的生命有受到威脅的話 請你就是想辦法聯絡我們 他們甚至也有去想辦法做一些宣傳的影片 放在YouTube上面去讓這些人工去分享 我覺得在韓國的這一塊就是我看到的啦 我覺得就是真的做得還不錯的 然後第二個是說他們在所謂的種族歧視跟階級歧視 我不是說這樣子韓國就會變得有改善 但是這是我在跟韓國人聊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說因為他們這個問題太嚴重了 所以他們在他們政府在很久之前他們就有推動說 把所謂的移民教育放到好像國小他們小學大概三年級 他們教科書會講說這些外來的移民 他是在他其實是我們要懂得尊重他們 他們是有可能大概只有一課還兩課在宣導這樣的 但是我知道說他的那個成效不大 因為其實我可能有時候跟我一共朋友走在路上 可能一面而來的韓國人比較年輕的可能就會直接罵髒話 對對對就是我有看過比較粗魯的 然後但是那個當下就是我其實神經比較就是大條比較沒有感覺到 但是都是我移工朋友跟我說你知道他剛剛說什麼嗎 他就是他是在罵我們只是只是面對面這樣走過來 中南亞的被罵的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在很多移工的措施上面就是保護他們 或者是說包括就是在幫助這些外國移工的措施上面 我覺得韓國的這一點還不錯 對他們甚至除了教會的力量之外 其實好像有一年是政府他們有過一筆錢 然後給一些就是專門交移工的協會 然後他們進去之後 就真的只給外國移工 因為他們好像就是報名之後 他們會根據移工的名字然後去請款什麼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他們會去 算是鼓勵移工 因為那時候他們外國人服務中心裡面 他們移工還是要繳學費 但是他移工繳學費有點類似那種教材費 大概你一起是上三個月 但是他繳的錢大概就是台幣一千塊 對那學生他們可能就是用那個就是去買教材 他們那時候移工是覺得說 他們覺得他們學到的東西是有用的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覺得說 他們需要幫忙的時候 其實是有人可以幫忙的 就是我知道的外國人服務中心做到的是這樣 包括說我的朋友他已經離開 可能我之前待那個地方的外國人服務中心 已經很久他已經沒在那裡上課 但是只要是說他想要詢問一些法律上的意見 或者是說他想要問一些簽證上面的問題 其實他還是信任那一個地方 他是會回去再找的 所以你是去韓國研究移工 不是 是去那邊讀書那剛好就是一個機會之下接觸到這個 所以才會對移工相關議題比較有興趣 謝謝你的分享 不過那就是一個教會系統 聽起來 就是有工部門的資源 對 他們主要是工部門的資源 但是是因為他們也很聰明的是知道 教會在韓國的力量有多大 所以其實他們不足的部分真的是用教會來補助 所以如果同理類推在台灣就不可能是靠 沒辦法完全靠教會系統 靠各地的宮廟 來做這樣的事對不對 因為我們基督跟天主教會沒有像韓國那麼多 所以除了工廟的系統也拉進來 不要只是去滅鄉 去反滅鄉 對不對 如果真的連工廟系統也關注這件事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有資源的 也許未來 他們未來方向往工廟方面努力一下 因為他講那個我突然想到 不然其實台灣也有天主教的系統在做這個事情 就是討厭的那種神父 但是他做的很辛苦 很累 因為是說還有一個原因是說 像在韓國的移工 他們在工作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有基本的一些 最基本的保障 可能他們就是政府已經有一些慢慢在改善 我不知道改善到底有多多 但是我知道就是說 像他們知道說遇到一些 至少從我今天覺得這個雇主對我不好 我是有機會可以去轉換 轉換公司或者是工廟 而且你說那個追蹤的機制 就是會影響他那個加簽的那個時間 我覺得這也是合理的 因為他維持換 他個人可能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可能從這一塊的話 我覺得或許是台灣 或許比較有可能 我更正一下那個資訊 其實台灣現在外籍勞工是可以轉換雇主的 但是他有一些門檻蠻高的 當然還是有門檻 不是說像台灣人自己要跳槽就一直不然跳 而且比較高吧 就是雇主要很大的問題才能轉換 好像已經 只要一申訴就可以了嗎 不用申訴就是 我要換其實就可以換 但是理論上 真的要換就換嗎 就是規定上是這樣子 執行上會有問題 執行上大概沒那麼容易 你要換 那中介的人趁你不注意就把你送到機場 那中介也要幫助 可是已經不是像 從前一開始那時候 那是死的 絕對不能換 這條法令有改 那些執行的部分 中介到底也沒幫他換 包括成像落差 那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要給你做一個 你還有問題喔 沒有我一個問題是 想要讓你告訴大家 如果其他人想要看那個 可愛陌生人啊 實魂記 怎麼樣比較容易看得到 實魂記很容易啊 然後自己可以直接買DVD 對對對 我們現在還有存貨喔 大概剩兩三百片嘛 我們現在說 一門一千片啊 因為我們沒有很積極在賣 坦白說 我們就在一些獨立書店寄售而已 然後 然後主要是臉書 就是你們如果上 思文記的粉專 你就看到有夠的辦法 然後就是 大概兩三百 大概三百多塊 如果說你們 你們那個 就是匯款的話 然後通知我跟金鴻 然後我就會跑去遊樂器人 通常去遊樂器是我 因為沒有人可以做 不過還好沒有很多人買 所以不會啦 不會到了很忙這樣 所以你們要看思文記很容易 然後你們在 除了在台北某些獨立 唐山書店有跟我說要補貨啦 但是我也沒有空去處理 所以我就直接買比較快 某些獨立書店有而已 不然其他應該來不到 對 對 你們這邊也沒幾片啊 對啊 那時候買五十片還是 喔對 那時候買五十片 那你 你到底用送的吧 沒有我就是寄賣 在各個獨立書店 那應該半買半送 然後我也忘記 自己買 好像屁屁爛帳 沒有就直接去跟他買的 比較難的是 可萊莫生人 對對對 沒有我那個 思文記講完沒 喔 思文記我要提醒一點 就是說如果你們在網路上有看到流傳 然後是 可能五十五分鐘的版本 那是以前有在公視播出的版本 但是那是故事完整喔 因為我們完成版是六十八分鐘 我們有五個姐妹的故事 裡面有一個印尼的 我們在電視版的時候 把印尼拿掉 其實如果你要看完整版 可能還是要跟我們遊購比較好 不要覺得網路了就好了 對 做了就看完整版嘛 然後再見可萊莫生人 會比較尷尬一點是 我剛有講那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雖然 我們就是要讓他們露臉 比較有 就是說尊重移工的尊嚴 不要上馬來客 而且上馬來客那片就不能看了啦 因為幾乎每一個都不能露臉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有 我們在公共電視想買 我們也沒有賣給他 然後網路也不能隨便放 我們目前只有一個 一分半的一個預告片 在網路流傳而已 那曾經有一度就是 越南的那個社群網路 在我們那時候要公開巡演之前 他們截取了一片這樣 放在網路上 在越南社群瘋傳這樣 因為他們覺得終於 等了好久 終於有台灣人在幫他們 越南移工的狀況講話 但他沒有想到說 那個東西在那邊採油本 會被移民署拿去 抓他們自己的同胞 所以我們就是 先拜託 趕快下架 不然那時候 瞬間就是 那個點閱率很高 不過還好 主要是越南社群 台灣人應該不知道 所以網路是你們看不到的 然後電視也不能播 所以只有透過這種方式 但是我也不是說 你們一定要透過這種方式 所以你們有購是可以買的 可是目前 其實有 我們目前其實可能 可以找到一點機會做DVD 但是我自己是要考慮 也許是 某些教師 教學上需要 才給他們用 不然 因為如果上試用機 這樣公開去販售的話 我們怎麼知道 移民署上一定不會 把他給我們買 我們又沒有去篩選 每個買的人的背景 他如果幫我們 買去當收證 帶我們怎麼辦呢 這是目前我在DVD的部門 我還不知道怎麼辦的原因 其實我們目前可能 會找到機會 把它那個做出來 你們有沒有什麼好辦法 對啊 因為做DVD當然也是比較容易的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現在當然我有雲端的連結 有一些我覺得可以信任的朋友 你看他就是做研究的 我可能會裝給他 他請到看完就刪除 但其實這個也是有點冒險的 我就是有點看麵箱 或看乾淨 這樣你也覺得 應該不是移民族的 對啊 所以目前大概是這樣做 我可能就是說 你們要直接看到也可以 因為我們不是以 對我們來講 因為我跟金王 就一開始就知道 基督費沒辦法賺錢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很在意說 我片子給大家看到 現在主要是為了保護當事人 現在主要考量這樣 斯文記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 我們五個主角裡面還有兩個在 所以如果這兩個都回去 就沒有問題了 如果有一天你們聽到 我們專業葛藥開始賣了 應該五個都回去了 現在就是回去的三個 兩個還在 然後還在那個高山上 就每個月可能會有請拿他們去抓 我對專業葛藥真的沒有信心 對啊 不然其實 想一想看看 他們 我們其實也可以自我安慰 他沒有時間看來對不對 他不會用你那個去抓 而且應該他也沒有時間看對不對 所以你是鼓勵我去賣對不對 我覺得實際上的狀況 他不會因為你這個片子而去特別抓那個 他也不會宣布說是因為我這個片子去抓的啊 但還沒那麼笨啊 但是我們 我們還是要小心去 可能是去 可以問到那兩個 那個主角 全部知道回去喔 不是他願不願意 上馬太克 願不願曝光 其實他說不定是願意的 可是有時候這種事 我會覺得我們拍這種 題目的紀錄片 理論上當事人同意就OK 可是有時候我們要判斷那個 當事人他對這種 現實或媒體環境的判斷力 尤其他是外國人 然後也許他可能因為我們的交情同意了 可是明明台灣就是一個比較二指的環境 結果還是害到他了 事實上我們五個主角裡面 有一個現在回去的阿湘 就是在我們剛播的時候 其實他有跟金鴻complain 因為在播出那個時間 有人被抓回去 可是我們播片裡面的人 他就會問金鴻說 是不是你的那個播片的關係 然後金鴻就壓力很大 對啊 所以你說問當事人同不同意 我覺得 嗯 不太保險 因為金鴻在這部分比我還擔心 因為我覺得 不管怎樣我們台灣人 可能可以看開一點 但是金鴻要面對他的同胞 對 因為他們越南同胞怎麼罵我也聽不懂 可是他們會罵金鴻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寧可小心一點比較好 對不對 因為如果只是賣給大家 然後又算沒多少錢 然後又害到主角 所以你剛剛的意思是 如果要看這部片子的 私下 私下跟你聯絡 然後你會傳檔案給他看 你會先看面子 看面子 因為目前 DVD 我們沒有公開賣DVD 所以坦白講只有這個辦法 然後 可是你可能要讓我知道說 你們為什麼要看 你們的背景是什麼 對 然後如果 如果我有時間我就搶給你們 如果你們知道我很忙的時候 我可能沒辦法 對 那我看過幾次是 是 好像是 特別放映會的時候 看 嗯 對 其實通常都是小眾畫面嘛 目前只要有人邀 的話 我們時間可以就會去 然後尤其是目前 華國基金會有辦的實際場 但是到9月10月 10月再加一最後場 就會結束了 發福啊 對 那再來我們可能就是 比較是 完全是被動邀請 如果有一定的人數想看 我們就去播 然後如果今晚不能去 就是我去 然後如果我們兩個可以 對方又顧得起那個 交通會我們就兩個一起去 嗯 然後那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除了這個 這樣的小眾病言之外 那個連結的部分就是 我其實 我剛剛講的是說 我看面相是有點開玩笑啦 可是我會覺得 如果說你真的有心想看 希望不是只是 覺得看好玩了 或者只是 就是好奇而已 如果說你們看了以後 也可以有一些 對移工有一些實際的注意是最好 譬如你是做研究的 那就麻煩 這個部分可能要多幫他們講話 然後譬如說 那可能你們現在是在工作 也沒有辦法做什麼 對不對 可是以後 可是有沒有可能 以後如果真的有一對一 那種 中文的學習 那你們可以說 再當志工 欸 就是我不把這東西賣給你 但是你可不可以承諾 承諾 承諾一件事情 是對移工有意的 嗯 就是我 我有這樣在想 那不然如果大家都來跟我 要連結問 我可能會沒辦法 可是 如果他可以承諾一下 他看了以後可以做什麼 那我可能意願會更高 然後我會對金黃交代過去 因為這個 這個朋友他看了以後 他願意未來可能會變移工 變那個移工 變那個移工的志工 所以你們要衡量自己有沒有辦法 對不對 如果能夠這樣是最好 不然就是可能就是為了研究 那 基本上這個是學術方面的 就我們還是會盡量配合 可是實際上的行動還是很重要的支持 因為就是他們沒有選票 我們剛剛講 我們如果什麼都不做 我覺得我們大概就是只能看片 然後在那邊萬壇而已 對 大概也很難 我自己有點悲觀 我覺得這個現象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快改變 有點像我以前做蘇劍而安那個打火山的機事 2000年的時候 在播的時候 我完全對後面沒有任何的 抱任何的希望 我根本沒有想到後面會再審然後判誤罪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拖了好多年了 政府都不處理 不槍決 然後也不放出來 我覺得英勇耍無賴的狀態 所以我那時候做的心態就是 我在幫他們做木字民 這個紀錄片是一個木字民 因為我覺得他們遲早會被槍決的 然後以後大家看這個片就知道說 齁 這三個人是這樣被台灣的司法系統幹掉的 我的心態是這樣 我沒有想到後面會有這個改變 然後我現在在做這個 可樂陌生的移工紀錄片 雖然我們裡面的主角都很 很 對我來講都是很值得尊敬 然後我覺得從他們上學很多東西 他們很有尊嚴 但是我其實內在是有點悲觀的 有點像當時 就是做導火山技師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 那個這個結構 我剛剛講的結構部 你們會覺得很複雜很困難 那不是一個司法系統的問題而已 這跟整個 對 我覺得有點類似一個很龐大的公案結構 你如果說司法 剛導火山技師就是 可能法官要認錯 或者是法官比較沒有那個身段 是多少可以改變的 但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講的東西是 階級跟種族歧視的東西 這種根源是 還不太懂能力下改變的 好 這樣講的有點沉重 對對對 可是看片子本身不會沉重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很可愛 對 好 那大家自己想辦法 對對對 大家努力想辦法 然後我可以 對你們如果真的需要看片 就跟我聯絡沒關係 對 自己想一下可以提供什麼服務 好 那 我們今天就時間到這邊吧 那個 蔡島今天真的是 這個 太勾意死了 講了這麼多東西 大家熱烈的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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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去趕車 欸 沛產你知道最後一班幾點嗎 你可以 快速幫我查一下 我又從板橋做了 我最後一家裡 隨點多齁 好 OK 謝謝 謝謝 開車 開車 很快 為什麼 開車